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不一定是安全的 人工的也不一定都是坏的 科学家把头发都熬掉了 其实就是为了让我们有的选 是让我们有条件 既要又要还要 还不珍惜 生气 你在获得这个甜的快乐的同时 你要付出一些代价 哎呀 Paper这个事啊 就就别看了 看完之后啊 想给自己扎一针胰岛素 看到有一个批判代糖的文章的时候 有可能背后是因为他 动了某些人的蛋糕 真理都是有前提的 对吗 真理都是有价格的 在本期节目开始前 我们先插入一段口播广告 大约有两分钟 如果大家想要跳过 直接点击节目简介里的传送门就可以了 或者可以拖动到两分钟以后 直接听正片 本期节目由中国新一代高端酸奶品牌 舞蹈酸奶提供赞助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聊甜品 相信在很多听友的概念里 酸奶也是甜品 是下午茶的一部分 没错 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喝酸奶的人 尤其是偏爱浓郁厚重 乳奶酪般的口感 平时喜欢用酸奶搭配麦片 果干 坚果来做酸奶碗 更有一些注重健康饮食搭配的朋友 喜欢用酸奶来做隔夜燕麦 同时你又是一个非常注重酸奶品质 讲究干净配料和活菌术的人 那么我们要诚意向你推荐这款非常经典的希腊酸奶 舞蹈希腊酸奶 希腊酸奶是一种使用绿乳氢技术的酸奶 又被称作酸奶黄金 比普通酸奶更加营养 质地更浓郁 口感更香醇美味 舞蹈是自有工厂 使用欧美先进生产设备 能全程确保酸奶的优质品质 它就像是我们平时经常能喝到的 无糖酸奶的浓缩版 必须用勺吃 不能用吸管 甚至盖都比其他酸奶的盖要厚重 这款酸奶在今年获得了 比利时国际风味评鉴所举办的 国际美味奖章中的最高评级三星奖章 也是得到了超过200位米其林主厨 盲选肯定的酸奶 这样一款高端工艺制作而成的酸奶 能给你四种有益菌 三倍的蛋白质含量 配料干净天然 不额外添加蛋白粉 舞蹈也同时推出了 针对喜欢甜食的小伙伴的 乐趣Enjoy系列 果味希腊酸奶 使用无浙糖希腊酸奶做基底 添加优质水果制作的浓郁果酱 每一口都是果香和奶香的完美融合 适量吃不怕胖 津津有味也为大家争取到了听友福利 大家可以从节目详情里 直接领取满149-30的优惠券 领取后可以在舞蹈的微信小程序下单购买 同时我们会从本期节目的小宇宙评论区 抽取五位幸运听众 每人可得四组舞蹈 憨底酸奶 一组两杯 共八杯哦 快去积极参与我们的听友互动吧 口播完了 莉莉 这期咱聊点啥 这期其实是听友给我们的灵感 有一次在某个群里面聊到 男生跟女生谁更爱吃甜品 我印象特别清楚 我是到了7月24号 因为我翻到聊天记录 蝉虫跟我说 要不要聊一期甜品 我直接跟你说的是 咱们要不要聊一期糖 反正都是甜的 而且我们非常明确 我们要聊甜食 而不是大类的糖 我们没想聊主食 比如说出去买的这个什么小蛋糕啊 对 就这些东西 我知道我为什么突然想起这个事了 一方面是群里的那个事 然后再一方面就是我出差的时候 正好去了趟南京 卢锡河 哦 卢锡河的发源地 对 然后就看到好多卢锡河 然后还看到了除卢锡河以外好多的品牌 南京有名的牌子挺多的 包括你们刚才集体吃的那个啊 杏儿豆腐 这也是甜品 对不对 对我们也录这期节目 你看刚才吃了好多甜品 好几样 对 所以我们就想聊聊甜品 因为大家好像有一个 说不上是正确还是不正确的共识 就是女生有第二个胃 拿来装甜品 女生比男生更爱吃甜品 对 可是我觉得男生在爱吃甜品这件事上吧 没输过 没输过 只不过大家没有意识到自己爱吃的是甜的 就是没有首先定义甜品 对 女生吃的那种东西 你很容易把它定义成甜品 对 但是男生吃了很多 其实他不知不觉的吃了好多糖进去 那然后我们就捋了捋 我们从小到大接触到的 各种甜食 中式的 西式的 对 干的西的 各种各样的 新式的 老式的 捋完之后 感觉血糖都飙了 真的 我确实有这感觉 因为看完立的这个提纲 我看着这个东西就冒甜水 你知道吗 就冒甜水 然后就开始反酸 就看完之后 想给自己扎一针胰岛素 对 因为这个东西 你单淋出来 它不是啥 就立写这段大灌口 我觉得就 咱今天也别灌口了 对吧 给大家列举一下这些 我们从小到大接触到的这些甜食吧 对 而且我们绝对不是以批判的角度 我们是承认它给我们带来的快乐 那是必须的 而且还是文化呢 没错 对 咱先从高兴的事说起 先洗后悠 还有不高兴的学期 从小我一个最深的印象就是一到逢间过节啊 就各家串门 一家 咕咕咕咕家 然后就拎着点心匣子 对 天津就特别 我不知道外地啊 天津就特别明显 贵顺斋 点心匣子 就反正那点心匣子 我总觉得 反正到了我们家 基本就拎走送别人家 就是一个流动点心匣子 最后也不知道流到谁家把它吃了 那都得硬了吧 不硬 我有幸吃过一回 没送出去的 最后砸到手里那种 其实相声里边说的那种 拿姜米条去撬桃酥那种 对 就是马三里那相声里 这个掉地上了 然后过一压路击压进去 拿姜米条给撬出来 就那种 因为我总觉得 古时候的这个甜品啊 就好像不知道为什么 它这个工艺 是不是工艺的问题 这一会儿让陈总讲 就是弄时间一长 就特别硬 就是一个唐嘎的 感觉就是 是不是因为这个 才发展出了一个吃法 叫牛奶泡桃酥 我还真没吃着过 特硬的桃酥 我吃到的都是特硬的心 那不得拿槽子高 把桃酥砸碎 我吃着过变硬的 基本都是带心的 然后那馅特硬 皮呢是皮了的那种 对 皮了的 对 潮了的 桃酥要受潮 再变干就成那样了 没吃过那样的 放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我就拒绝碰那个东西了 这种东西 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 尤其是在 我们的父母年轻的时候 陈苏是作为一个奖励 对 你看那个父母爱情 他们就是搬到海岛上之后 他们会在 就是这个两口子 会在柜子里面 放几骡子陈苏 拿油纸包的 拿绳拴的那种 什么时候孩子 没被批评 奖励 对 去里面专门 拿几块出来给孩子吃 他放点两块钱的纸币 其实挺好的 也不会过期 奖励这个多实在 还有好多家是 就是这种点心准备好了 就是比如说孩子回来 大人还没做好饭 店被一口 店被一口 对 你说的这是后来了 哥以前这么贵的东西 糖是真贵的东西 对 以前可不能这样 以前老百姓家 哪能吃得起这个呀 以前我吃桃酥什么呢 是我老老老 还在吃的时候 每次你说话 就把故事带到了古代 对 那时候人家是给自己背的点心 然后我们小孩去的时候 一人给一块吃 这个经历我也有过 春秋战果时期 是吧 我姥姥 没有他老老了 就是我姥姥 我姥姥年纪反正也挺大 因为我妈是最小的孩子 我觉得可能对于孩子和老人来说 甜食就是特别有奖励性质的东西存在 他就是稀罕玩意儿嘛 那这糖多贵呀 然后我姥姥就会 比如说家里 哪个姨哪个舅来 看他的时候给他带点 包括什么糖呀 什么点心呀 这种零食 他就藏起来 然后有一些 比如说好放的糖什么之类的 他就放在绣口 就是绣子是勉上去的 放在那个绣子中间 干嘛呀 卷起来藏 对 就是卷起来嘛 这个我知道 卷起来干嘛 为什么要藏它 我不知道它为什么要藏 反正这么珍贵吗 每一次都是 我们小味儿去了 然后他就会 悄悄把你拉到一边 从袖子里头 给你掏出一块糖给你 然后你就会感觉到被疼爱了 你有没有印象 就是以前家里 桌子上是会摆着一盘糖的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摆糖了 我都不记得了 就是糖这东西不再金贵 它就不摆了呗 永远有大虾酥 大虾酥 化煤糖 大白兔 大白兔太高级了 暴露了经济实力 我们家被剩下的 永远是人参糖 我对人参的不好的印象 就是从人参糖开始 我都没吃过 其难吃无比 给花盆浇水之后 渗出来到那个接水盘里 那个带着肥的水味 土腥味的糖 不是你喝过那水是怎么 你闻就知道 这个我觉得就是随着这个糖 一开始在旧社会 这个糖其实是非常难于获取的 而且它能量密度非常高 所以一般会作为这个 所谓的战略物资 对 去用 比如说你带瓶打仗 这个东西一块糖 可能顶好几个馒头 没错 这个热量 那个时候 比如在那个 当年刚解放的时候 据说就是缺糖嘛 怎么办 就是靠从香港那边往里运 进口的是吧 实际上是偷运的 走私的 对 因为被那些国家经济封锁嘛 经济制裁 然后只能通过香港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有一个出口 能够再把这些东西 再运进来 其实是这样一个目的 所以当时糖 再加上以前那个 就是你知道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 青霉素其实还很贵 对 因为它没有批量制造的工艺 一个是糖 一个是青霉素 这都是相当紧贵的东西 到今天你看 谁还在乎这个东西 吃 对 所以在那个时候 大家就从潜意识里觉得 哦 这个糖 之前 包括在国外也是啊 就问过去美国 为什么 你们东西 这个东西 这是怎么吃 他说 这是我们也是历史遗留下来 欧洲也是 因为北美它不产 这些东西嘛 它必须去进口 以前去进口这个蔗糖 所以谁家有钱 就有钱的结果 就寻命的往甜品里放糖 炫富 对 这是一个炫富的 你看英国 法国的甜品 对 欧洲也是这样 对 你在看中国都说江浙能吃糖 那因为人有钱 对 人是有钱 对吧 你做菜都得多放两勺 对 而且咱们现在讨论的旧社会的这个糖 是特别单指这糖的 或者再多加一个可能是蜂蜜 就是很少有说 我可能要提到什么果糖 什么果糖 这种都不可能有 带糖 哪有 哪有 所以甜这个口味是特别不容易获得的 只有这几种非常珍贵的东西 才能弄出甜味来 因为金贵嘛 就可能先紧着老人小孩先吃 他们就更容易获得一点 所以小时候真的就是 风天过节才吃着糖 就是这个道理 后来大家其实也就无所谓 你们这一上来是上架之上的 推高 快下来 我先普及一下 来下来 说点好吃的吧 天津市 桂顺摘 桂顺摘 好有名 我都没印象 我第一次对点心匣子 可以用来送礼有印象 其实是我来北京之后 我也是 到乡村 但是后来我买了好几年 给我奶奶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糕点 是特别软和 然后它又扛放 他们就放在窗户外面的阳台上 给它放干了 不是 因为冬天天凉 过年的时候 就不用放冰箱里 它就一直还挺好吃的 也不会变质 后来有一年 我姑跟我说 莉莉你别买了 咱天津也有这样 天津的更好吃 后来我想了想 桂顺摘 道乡村好像挺像的 精八件和金八件 好像也挺像的 好像就天津北京这个东西 当时反正都是 互相抄 互相搞一搞 差不多都是差不多的类型 但是桂顺摘它是清真的 对 桂顺摘是清真的 反正我比较喜欢吃的 一个是有枣泥的东西 我是一个不吃枣泥的人 你不吃枣 我也不吃枣泥 其他的枣泥我全部都不吃 除了道乡村的 我吃枣泥我胃不舒服 有一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我也不太吃枣泥了 我是吃枣不舒服 我发现我吃枣泥 那你是连胡吃的 他是没有胡 不是也没有皮 他去了皮了 皮对肠胃的刺激还是挺大 所以我爱吃这个 道乡村所有跟枣泥 沾边的东西 咱们现在说到这 道乡村零号店 明天是正式开店一周年 明天 8月26号 录音的明天 对录音的明天 来不及了 他新出了那个枣泥 就是那个枣花酥形状的蛋糕 红枣味蛋糕和酸奶慕斯的结合 30多块钱一块 看上去特别好看 他们家还有枣花酥的那个坐垫 现在还有冰箱贴 打钱 道乡村打钱 这期打钱有点多 然后我小时候还吃的比较多的是 贵发祥的麻花 那你们真的是很幸福 就是我 有钱是不是 我对于典型的认识 是来了北京才有的 就是在太原 我吃到过 唯一可以叫典型的东西 就是油炸糕 那一会儿我要说一个 跟你们山西有关的片品 也是我从小喜欢到大的 黄蜜凉糕是吗 不是 我要听听 然后咱们群里之前 野鬼老师 非常认真地跟我们说过 石家庄的 是石家庄的 还是宝定的 还是唐山的 总之这些地方全都有 花生酥糖 这个花生酥糖 我吃过宝定的 吃过衡水的 形态的 石家庄的 吃过唐山的 我还吃过河南的 大家长得都一样 不就是那个白灰色 然后上面有条纹 不是 是麻将色 麻将色 稍微有一点拧 对 一层一层跟叠下来 压实的那种巨香 那个油脂全都被浸得透透的 那是不是一个典型的 糖油混合 哎呦 我现在都 刚咽了一下口水 真的特别好吃 听起来有点像 正宗的新疆切糕 完全不是一事 不不不 不一样不一样 拿起来掉渣 一咬就碎了 对 在嘴里化开 就行了 我吃它 吃不了几块 不是因为我怕胖 是因为我吃多了牙疼 那个东西太甜了 甜度太高了 但是真香 因为它里面有花生 嗯 花生 麻酱 对 红糖 哎 我发现我吃中式甜品 很多都是来北京之后 被新打开的认知 比如说清真的那些 我是被训练的 嗯 白季的什么 年糕 年糕 切糕 驴打滚 爱窩窩 对 豌豆黄 云豆卷 哎 我可喜欢这些东西了 我是对糯米没有任何抵抗力的人 嗯 就只要糯米 而且一般糯米都会做成甜的 后来是吃紫光源的 增高 你吃过那个一盒 我这样你说的那个 对 我老记不住他拿什么名字 我也记不住 啊 就他们家增高也挺好吃的 嗯 肯定比紫光源的好吃 好吃 他们家的那个更软和 哎呀 我感觉我怎么都没吃过 你们说这些东西 我在我们家就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我妈就特别爱吃这个甜食 嗯 但是我是从来不沾甜食的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 男生不爱吃甜食吗 朱凤 你看 他们喜欢花样 或者花样吃 男生喜欢就照着一样吃 就照着一样我也不吃啊 甜的 真的 我我就想这么多 就是除了那个 拿草子糕砸的 就是除那个早晨会吃 现在其实就很少说 专门吃一个甜的什么东西 我觉得挺少的 爱吃汤圆吗 圆宵啊 炸圆宵 炸圆宵 嗯 我觉得那是气氛组 就是每年反正 书期就安排任务炸一炸 是吧 但是你说吃吧 一年也就吃了一顿 你不可能再吃这二顿啊 那个东西腻死你 尽管它没有煮的这么腻 但是还是腻死你 对 所以我觉得 我真的就还好吃它 姜米条你吃吗 也不吃 我走 这不吃 真的不吃 真的不吃 就是小时候 就是想不起来吃 我还经常买呢 我现在还经常买姜米条呢 是吗 这个可颠覆人设了 我没有人设 你不要给我刻板的人设 对 但是说 但是说回这些事 其实有的东西 就是一个时令的东西 像炸圆宵啊 粽子呀 过两天这个月饼又来了 就已经开始 各个平台开始找我 要那个地址了 说您发个地址 我给您寄中秋礼物 我又是喷射月饼吗 就不喷 我也不知道喷不喷 这个时令的 我觉得大部分还是甜的多一些 几乎都是甜的 都是甜的 有一些咸的 但也放很多糖 对 以及很多油 对 就是很多吃不出甜味的东西里头 其实并不是没放糖 而且放了很多 它只不过是放了更多的盐 盖住了那个味道 比如说青团 我买的咸的口味的青团 也是甜的 我都没买着过咸的 甜咸口的 你打开河马 河马什么奇葩口味 你都能找着 螺丝粉味的 还有什么烟肚鲜味的 买的最多其实是 咸蛋黄肉松的 这几年一直很流行的一种口味 又甜又咸 那个肉松呀 里头我自己做过一回 就是肉松 因为没放糖 也没放油 做出来之后根本不松 对 你就能知道 它里头要为了这个松 它要放多少糖和油 对糖可以蓬松嘛 对 它是结构主体 其实不是怎么又开始批判了呢 等会儿先说点快乐的事 就是 真是的 我真没吃过 前面请端 我再说一遍 反正对于我来说 我就是一个甜食脑袋 就是我只要一不高兴了 就还是想吃点甜的 很明显 而且必须是真糖的 带糖的是不行的 对 吃完就高兴 我觉得离开北京 我也能找到挺多快乐的地方 比如说上海 广州 上海的甜 行 咱俩一人代表一个肉派 因为你是不是才去过广州 我经常 就是我为了吃 去过广东三回 嗯 我大概是去上海 嗯 我喜欢上海的那些甜品 尤其是红宝石 就蝴蝶酥是吗 不是 奶油小方 灌奶油 栗子蛋糕 中油的那种 它不中油 不中油吗 不中油 它非常轻盈 它就是以 这个大 现在市面上 就是当时市面上 还普遍是 麦其林蛋糕 和白托奶油蛋糕的时候 它用的是动物奶油 非常轻盈 它非常 它其实工艺特别简单 很多仿制它的 但是就是觉得 到了上海 得去红宝石 嗯 有一次 C哥去出差 还给我带回来了 哈尔滨食品厂的蝴蝶酥 对 因为国际饭店的蝴蝶酥 它买不到 排队 好像队伍还挺长的 而且每人限购两袋 对 那个好像是上过好多节目 嗯 然后还有一个 米其林餐厅的 一个蝴蝶酥 它是一半是蝴蝶酥 一半是蘸巧克力酱的 对对对 也特别有名 特别大 对特别大 一脸都大 但是哈尔滨食品厂的 那个蝴蝶酥 我觉得比较适合我 因为它更像饼干 它硬 因为我不 我是不爱吃酥皮的 哦 它是好像 就感觉特别紧致 做的像一个个小饼干一样 然后表面一定要有那个白砂糖的糖粒 那种才好吃 我是对酥皮有心理阴影 我噎着过 酥皮都能噎着 因为就是你咬了一口 然后它连皮带馅的嘛 就就噎着过 所以我感觉我更喜欢吃那种 有点连汤带水的那种感觉 就是广式的那种 什么双皮奶呀 凤凰什么凤凰奶壶是吧 对 什么 羊枝甘露啊 对这种 可能有点汤 有点水的这种 对我有一次去广州 真的就在街上转了一天 吃了一天 我也是 就是可以不吃饭的 就你没法吃饭了 没法吃饭了 吃饱了 我只有一个呗 要我装甜品 要我装吃呢 对你看我列出来的广式糖水 都可以收罐口 嗯 念念吧 我不念 谁也是谁念 你基本有一次 我念不了 这舌头实在是跟不上 我有一次击毙的 我一个人出差到 那是哪儿 顺德吗 不是出差那次 出差那次 我今天点了好几碗 对 我一个人点了两盘子 嗯 搁在搁在面前 就是一个咸的都没有 全都是糖水 特别 特别快乐 就是咱一看TVB的剧就是 啊对 中国给大家买糖水 一直我在想 这个糖水是什么 白糖汽水吗 对 我也是因为糖水 这个 这个这个说法 嗯 对 这种广式的 一直有一些抵触 嗯 我不爱吃甜的水 对 嗯 就糖糖水水 带甜味的 我我一般 我吃这种 嗯 带汤带水的 我还真不喝那汤 嗯 我想采访你 你小时候看TVB剧的时候 他提到糖水的时候 第一反应是什么 就是糖水吗 我也看 我也看 怎么 就是 山西也是能看见TVB的 对 就是糖水 就是听到第一反应 因为我们家那边 是有喝糖水的这个 就真的糖水 不管是红糖水 还是白糖水 啊 就是比如说 嗯 那个重体力劳动 嗯 可能会有这种低月糖 晕倒的情况 然后还有就是 比如说 哦 坐月子 用红糖握鸡蛋 对 没有握鸡蛋 山西没有握鸡蛋 没有鸡蛋 对 就是 没有 我是不是抹黑山西 就是 就是红糖水 我就记得我妈当时跟我说 她生我的时候 生完以后 因为她产程特别长嘛 然后我正好她生完 我五一进 进那个医院 给她带了一碗热乎乎的 红糖水 她就觉得瞬间回血了 嗯 这倒是合理的 对因为太累了 嗯 就是及时补充体力 我觉得特别合理 哎 是不是因为 这个一次次的循环 导致老人认为 红糖水 对身体有好处 不 老人认为红糖水 还有一个作用 嗯 就是 排血 啊 就 排恶 活血 排恶路 对 嗯 然后就是导致我进产房的时候 他都 他不是让带点吃的吗 我带的都是点心 嗯 就是甜食 高能量的 那应该的 应该的 对 就是 那时候你是需要快碳 对对对 嗯 又开始讲道理 受不了这个节目 官方吐槽 受不了这个节目 对 哎 那个刚才提到糖水 其实我总感觉 慢慢的北方的这些糖水 也有了 比如说像北京 一渡那个南罗排大队 那叫什么 文鱼奶 文鱼奶刀店 哎呦我的妈呀 吃过吗 我还真吃过 什么感觉 没有感觉 对 比三元 我是也没感觉 我觉得三元也行啊 三元比那个好吃 我觉得三元比他好吃 还有在那个安真那边 有个什么牛姥姥什么 也好吃 这一系列的吧 嗯 我感觉这一系列 比现在的中式点心店 要流行的早个五到十年 差不多 对 就我刚才也是开过一批连锁的 对 各种 嗯 对 然后也是排队 各种排队 对 后来就是那种各种网红的小点心了 嗯 哎 你们忘了说一个 从来没有退出过流行的 啊 糖葫芦 哦 糖盹 啊 糖盹 还有 还有什么糖雪球 这都是一块卖的 那这些应该算石令美食 夏天没来卖 糖炒栗子 对 糖炒栗子 天津版栗 嗯 小宝栗子 二走栗子 对 基本那种店就是到了冬天就卖栗子 到了夏天就卖 卖包冰 糖盹 夏天卖糖盹 不怕化吗 夏天真的很少有卖糖盹 北京反正 北京没有 但是卖确实少啊 说实话 没怎么见过 对 夏天瓜生瓜子吗 对 对 炒货 卖炒货的 对 卖炒货 我本来不爱吃糖葫芦 因为我不爱吃外面那层糖壳 我就爱吃那个 我被它除烂过上压糖的 那个太硬了 后来有一次我爸给我买了 但是我没来得及回去 我妈给我把那个一个一个捋下来 放冷冻虚过 冻起来了 这么细致啊 可好吃了 可好吃了 冻起来好吃 我还卖过糖葫芦呢 你啊 我卖过爆冰 你卖过糖葫芦是吗 我跟你讲 我们都有美好的未来 我跟你讲 比你那爆冰技术含量可高多了 这个挺难的 自己摇糖 那个糖不好 而且你还得有个石板摔在上面 对对对对 对吧 特带劲 熬熄了 甩一脸 熬酱了 趴不上 那那个插糖葫芦 那个草垛子也是自己编的吗 那倒不至于 可以进货 不至于 没有没有顺便卖个糖 糖化什么的 没那手艺 我有那手艺吗 糖饼可以 不是就干了一天 我就放弃 那个东西挺难的 也不是卖了 反正就是在家自己做 还有现在特别流行的一个糖 那个棉花糖 那很做的 各种各样 这个已经不流行了 不是 现在我给你们说 你们一看就是家里没孩子 现在流行的是什么 是无人受货的棉花糖 自动的 真没见过 什么样的都有 就是投币出满棉花糖 对 扫码现在谁还投币 你有地方 就是扫码 然后出各种各样形状的 各种颜色的 一般在哪卖 我在商场里见过 在游乐场里也见过 都是什么形状 这都是我们去 不会去的地方 这都是骗小孩的 骗小孩 骗小孩家长的好不好 什么形状的都有 就是你能想到什么兔子 什么各种花 那种各种各样的 给我来个千里江山图 我的天 也就多少糖 那可能得糖花才行 对咱北方其实也有好多 这个中式的面点里面 也是甜的 绝对是甜的 我要你这一过年 就是这点事 对吧 家里老人开始 弄这些东西 糖三角烫后脑勺 是不是经典段子 我那会儿就是 南罗那儿不有一个 山东大馒头 对馒头店 香面大馒头 对我每次去那儿的时候 我都买一个糖三角 现出锅的 那么长的队 你买一个 每次我都排队买这样 然后都被比试 然后买一个 你何必呢 我买一个糖三角 我就去逛 逛完我就能吃完 就是那么招 就是两个手捣着 那么拿着 哎他们家有红糖还是白糖 红糖的 我爱吃白糖的 我们家里包都是白糖 我家里包都是红糖的 没有吃过白糖的 那可能是因为 我不爱吃红糖 我们家人太爱我 那可能是 真没吃过白糖的 很少 很少这么做的 那也好吃 是不是吧 更甜 可能是红糖的溶点 更低容易化 我猜的 又来了 我猜的 这个我没有考证过 我没有考证过 最近我发现那个 黑什么糖油饼 那家叫什么 黑药厂 黑药厂搬家了 是吗 我不知道 店面更大 叫黑药厂糖油饼 羊蝎子 肯定涨价了 开了个大店 买不起了 我从来没吃过 我的感觉是 没有什么区别 我不爱吃糖油饼 我也不爱吃糖火烧 我曾经爱吃 现在不行了 什么马匠糖饼 我也不爱吃 哎呀 这个舒奇的最爱呀 什么呀 马匠糖饼啊 姚姚吃的不是吗 那是牛肉的 哪有烧饼 搞什么 你没事吧 不知道吧 舒奇满世界就要找 那个天津那个麻将糖饼 就北京少 北京也有吧 少 馅儿饼的那种 还是烙饼的 不是馅儿 就是麻将烙的那种 北京有挺多的 有的特别好的 也是那种 满横记就有 不是你说这个事 都在南城 我那以前住北边 你看 现在不是录音在南边吗 那问题 我们在天津买不更香吗 这就没必要了吗 好吧 麻将糖饼这个东西 真的就是 就类似于你刚才说 那个酥糖 那种感觉 对对对 原料也差不多 你绝对挺不下来 就少点花生 香 但真的腻啊 又甜又香 肯定搭配菜吃 这把的真 都是空口 我估计应该也是空口 他干嘴吃 他多久没吃了 他有两个月没吃了 才两个月没吃 我知道为什么瘦不下去了 那个东西真是瘦不了 我吃也瘦不了 你作为一个天津人 不提提炸糕吗 我正要说呢 炸糕 我最爱吃天津的炸糕 我告诉你 现在天津的炸糕 有邪教 大前年的春节 去尔德园总店 就逛街马上 逛到哪儿吧 然后说买 买茶 然后咱尝尝 这个得新出炉的 天津好多的小吃 你都得守着吃 对对对 其实今天这牛肉烧饼也是 我告诉你 美国起司 你们印象当中的炸糕 是什么馅的 豆沙呀 红果的 现在特别流行 这些奇形怪状的馅 香蕉的 我觉得红果我还能接受 香蕉就有点 那个菠萝的 一个比一个 而且这种一听里头 就是果酱 就不是那个果 那肯定是果酱啊 就会偷死那种 我说现在耳朵眼 就都这样了 好红了 反而 那个馅的 真正那个 豆沙馅的 没有 卖不动了 我觉得是豆沙馅卖的 快大家不认那个东西 也有可能 剩的都是这个 你买吗 我不买 这是要炸糕吗 我有一次去 惊天洪排队 那天是冬天 我排了两个小时 他那个锅坏了 你知道吗 哎呀 锅坏了 可是已经排了 我前面也就十几个人了 我真的不想放弃 我已经排了一个多小时 告我锅坏了 没办法 就继续等着 就冻的呀 手也是僵的 鼻涕就控制不住 往下流 到我 我前面那大哥买两个 我后面的人集体说他 你就买两个 你疯了吗 乐死我了 你就是排他三个小时 也这样 当时我有朋友 那个微信就跟我说 算了吧 我家附近也有 我帮你排队 我说不行 我一个减肥都能成功的人 我什么事都能成功 我今天一定要吃到 我买了十个 吃到第一口 我就觉得不对 它是馅特别多 皮特别薄的 那不对 要么就是发面 它等时间太长了 不是 烟锅坏了吗 京三 京天洪的那个 应该是半发面的 它是发面跟死面掺起来的 那不好吃 不 有的人就喜欢这种 就是 那是吃馅的 对 就是有人是吃馅党的 有人吃皮党的 炸锅不就应该吃皮吗 对 我就喜欢吃皮 对呀 皮的那个口感是最重要的 黏黏的 反正家属 我们家家属是 也是炸锅党 然后也是 馅党 皮党 天津党 然后我们家原来那边 有一个金三绝 金三绝 那个炸锅 就是 只要路过 必须买 不管排多长得对 但是呢 它拆了 然后它就开始学 别的地儿的炸锅 怎么都不对 怎么都跟我说 这个就是不对 就不对味 对 就是怎么着都不行 你记得咱有一次去那个汇聚吗 然后我不是出来 我买了一次 今天红吗 我买的什么馅 我翻到了啊 首先桂花红豆馅 没问题 对 你好像跟我说过 芝士 榴莲芝士味 9块9一个 哎呀 玫瑰 白云豆 我是冲着没了 你这个比一耳朵眼还过分 茉莉绿豆冰沙馅 酸奶馅 冰沙是怎么做成馅的 我都无奈了 就以后我绝对不去赶这个时髦 所以现在搞出来好多这个所谓的网红 我觉得这东西复购率不高吧 老人尤其不会认的 不是老人不认 我觉得年轻人吃了一次也那样了 我觉得这种店 这种馅 它可能指着也不是复购率 就是一人吃一次打个卡 就拉倒了 就噱头 有可能 营销需要 反正后来就出了好多新重视糕点 爆款 各种爆款 新重视糕点 我跟你说 你看我这提刚烈的 我那天把北京排名靠前的几个 新重视糕点全查了一遍 每家的招牌的产品 我从第一 你是挨家买了一遍吗 没有 我第一看到 我有一半是买过的 我都生气了 所以你减肥也失败了 我拿减肥 你不要回我的人设 我都给你了 考在C科运动量够大 真的 你看我列出来的 奶背 小背 盘塔 然后最让我生气的是什么 是默默点心局 马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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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丝 马鼠 全是这些 就看了一遍之后 真的传大气 特别生气 长得都差不多 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都喜欢这个了是吗 同质化太严重了 嗯 然后现在有些老品牌 就是可能想焕发新活力 又开始满大街的 二次增长曲线 满大街的卖淘苏 我从来没有觉得淘苏能重新成为网红产品 我特别诧异 而且淘苏现在做的都 看不出来它是个淘苏 我不敢碰它 卢西河的尤其是你不能碰 太酥了 拎不起来 就一碰就化 一碰就碎 对 我都不知道它是怎么从那个炉子里拿出来 然后还有 现在更流行的是巧克力味淘苏 对 还有一段时间是瓜子的 就是核桃的这种 就是其他坚果的 以前不都是那个 淘苏 淘苏不就是核桃酥 不是 那就是什么瓜子的什么 瓜子酥 对 就是其他的这种坚果的 特别奇怪 但其实挺好吃的 我觉得现在新中式的三大金刚 就是淘苏 泡芙 盘塔 差不多 然后每家的龙头产品里一定有麻薯 麻薯到底是什么做的 是米做的吗 糯米吧 它现在所谓的新中式糕点 都是面向网红映销 好看 好拍照 你看那个泡芙也是 一挤一兜 对 而且他们 咱上次探店的时候 说过一嘴吗 都特别喜欢靠着马路牙子 马路牙子 把所有的糕点全都掰开 挤出价 对 我最想他们拍完照 这东西扔还是吃 扔也怪脏的 然后难为人家打扫微生的阿姨 都已经看出模式了 然后现在我又发现一个新的趋势 新的这个点评的文案 多少次来哪哪就为了吃这口系列 有好多是新店你知道吗 我们又要 新店 又回又回这个吐槽陌生 说点高兴 说点高兴 好 小时候我还吃过一个 就是我曾经很爱吃的一个东西 是龙须酥 我现在也爱吃 就是真正好吃的龙须酥是 我小的时候吃过别的地产的 就是我对这个东西是爱吃的 但是我第一次吃着 我特别惊艳的是在天津 南市小吃街 不 南市没有小吃街 只有食品街 南市食品街 就它里面做的那个 我是现看它拉的 你知道你说龙须酥啊 我第一反应根本不知道这是哪特产 我觉得全国都有 我也不知道 但是就是我吃着好吃那一次 是在天津吃的 就以前不是那么好吃的 我都觉得挺好吃的 然后那一次就感觉特别惊艳 还有好多地方的小吃街 就那种游客常去的 都有现场做姜糖的 你们用一下 有有有 就弄那一锅的 展现那个师傅的惊人臂力 一个是弄姜糖的 一个做打糕的 这两种 一个拿锤子 一个拿棍 谁想练上知力量 赶紧去硬片这种岗位 基本就这两种 但是后来我发现 它真正卖的也不是现在的 对 我最开始吃到姜糖 你看我还吃过姜糖呢 是我上大学的时候 同寝室的人去湘西旅游 给我们带来当地特产 半食 半食 不好吃 然后我还吃了 我觉得味道也还行 虽然姜味不是很愉快吧 但是我并不知道 这个姜糖开始在满达街的 这个旅游景点 变成一个特色的 观赏性美食 是什么时候 你看现在美食 不都是观赏性的吗 平时为了让你好拍照啊 他才会卖啊 你所有的 你去美食一条街线 就所有都是这种东西 所以那个时候是在摸索 商业末世的时候 你打高也是嘛 就一样 就是都是那种东西 他才能让人拍照 传播 方便为观 方便为观 那利利利这一堆啊 我看下来 基本就算是面向小红书 小红书 面向大众点评 天津有一段时间 特别流行 后备箱市集 有 现在也有 最好是一个mini cooper 是吧 有这么高级的车吗 mini cooper有很多防板 你们买个副厂的 不就行了 副厂的车 现在是五菱红光吗 mini 一杯 是吗 没有 我告诉你 那个车都一个一个 好看着呢 有副厂的 那个 cooper 有副厂的甲壳虫 你不要瞧不起五菱红光 可好看呢 但是没有 但真没有 车太新了 对 真没有 然后打开后备箱 你知道后面卖都是什么吗 清一色的提拉米苏 那我真没见过 天津真的 我的概念还停留在 一打开后备箱卖盘 你这多久没进城了 我是见过卖衣服的 对也有 你也很久没进城 现在都提拉米苏啊 什么样的 是不是一个大盘 然后一盒的 你见过卖新疆切糕吗 对 知道了 就是卖这个的 要不就是再配点咖啡 是吧 还有卖冰粉的 就是一大桶 然后给你快成一碗一碗 那么卖的 就特别 特别能上镜 然后他再弄点灯光效果呀 灯光效果 氛围感美食 对 你想你卖盘子 谁给你拍照 人家都能拍照传播 是吧 你不用去 你就抖音一刷 行 选好地点 然后就相当于吃了是吧 他过等于吃过行 我没买过啊 但是我总觉得那个东西味道可能也就那样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像这种甜品 我们说这么多 其实想做好吃 其实还蛮难的 不是框框框 你往里快糖 他就能做好吃了 那倒是 他讲究还是一个负荷口味 对 他不能只有糖 那也是快糖吃就不就完了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他不光是糖 你用足了料 他就会好吃 对 就甜品这个东西啊 我是对什么减糖款是不以为然的 那你别吃 你吃甜品绝对不是为了获取营养素 对 咱不用整这假招子 对 反正我不是 我就是快乐 你刚才说切糕 我突然想起来 驴打滚 咱也不能随便让人家切 你切得开吗 不是 我有一次就是 我爸做手术那年 出院之后 我想着他不喜欢吃这些黏的甜的东西吗 出了小区 我就想我去给他买点点心去 结果一出小区 看见卖驴打滚的 就是推着那种三轮车 我就跟他比划了一下 我说你给我来这一条 我真的很谨慎 一撑90多块钱 那个东西密度高 我们吃了 他过夜他又酸了 会硬 那个特别容易坏 我们一家三口拼命的吃 晚上我硬传了个聚会 带过去给我同学 刚才说的这么多中式 其实还有好多西式的 也是慢慢传进来的 我现在还会 非常怀旧的买一些 小时候吃过的那种形状的蛋糕呢 对 小时候那个 你记得小时候买的 甚至蛋糕都是糖浆的 不是奶油的 是里面的那种 对 各种颜色 花了胡哨的 对 那种特别好 不用现场做 你到食品店就能买 现场的回家 保存时间锯上 对 一个小圆盒 上面盖着一个粉色的小塑料盖 对 就是那种 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就是糖稀的 实际上就是糖稀做的 然后下面那就是槽子高 对 对 那个第二天巨硬 那个蛋糕 奶油也是硬的 它本身就叫糖稀 它不是奶油 后来就是出现 白脱奶油 就是反式脂肪酸 植物奶油 植物奶油 然后这两年 可能才流行什么 洗丝木丝 真正的那种奶油 对 但是很多店都是 动植结合 因为动物奶油 太容易化了 对 它没有形 对 这个还真不知道 而且 就是它不化 它也是软帕帕的 对 当然还有一些东西了 比如说我们到日本 我们会吃到好多 蛋糕卷 就是每次到日本 可能回来的时候 都也带一点回来 我对日本的第一印象 就是那个什么白色恋人 对 还有那种香蕉形状的蛋糕 好吃是好吃的 就是有点贵 有点贵 贵贵贵 有点贵 回来送人还行 太贵了我感觉 就是你在当地买吧 你觉得反正是一个旅游产品 你也就买了 你真是当一个甜食买吧 这事就有点贵了 但是你们发现没有 日式的蛋糕容易被 价格容易虚高 是 你比如说 如果放在四川 它可能就是凉粉 放在日本叫水信玄饼 其实都是凉粉对出来的 只不过日本 它会给你弄成一个 到里面放一颗 盐字樱花 是一个模子 倒扣出来 像一滴叶子的露珠 模子还要要钱的 然后旁边撒点黄豆粉 就那一份好几十块钱 对 人家卖的是那个 氛围和 股将精神 常景 刚到四川 四五块钱一碗 一大了 对 你日本的这个东西 就是附加值非常高 你吃料还不知道吗 对吧 对 就日本的 但是日本的东西有一个好处 我觉得它就是 跟 就是中西结合 东西结合的 这个 做得非常好 可能更贴近 中国人的口味 或者是 没有那么的甜 贴近亚洲人 对甜品的那种感觉 但是他用了很多西式的做法 对 坐进来 然后坐着 确实口感不太一样 你看好多面包师 都要去日本学习 对 大厨就去过 它是有一定的融合的 所以日式的东西 确实 咱们说 工匠精神 我觉得有点夸张 但是人确实要琢磨这个事 琢磨的还是比较厉害 他们把它标准定的 更清晰一些 在咱这就叫内卷 到人那叫的工匠精神 其实是一个事 你看特别流行的那种 什么北海道吐司 什么手撕吐司 我就想 我天 这个面包师可真有功夫 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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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去吃的时候 我就听得累的 我觉得美式的甜品 虽然有点糙 但是吃起来好像也是那种 特别痛快 狂放 狂放 非常狂放 对 我们不是刚过完生日吗 买了山姆的蛋糕 巨好吃 买的哪款 还大 买了两个 这两个隔了几天 先买了一个那个布朗尼 用料汁 足 哎呦我的妈呀 就是吃了一口感觉就是幸福 我看他在这做我就知道那用料得有多足 而且便宜 对 真便宜 便宜 真吃不了 山姆打钱了吗 这期 然后过了两天 他巴斯克 他巴斯克 便宜了 就是在那个价钱的基础上又便宜了20块钱 我就觉得我不买都对不起他 巴斯克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好吃 我用空气炸锅自己做过 哎呀 垃圾 不要相信网上那些方子 我跟你说这个东西没有别的 无它就是放料足 对 对 就是种油 种盐 种奶酪 肯定好吃 嗯 你甭想别的 别想什么减糖了 健康了 你吃蛋糕就不是为了健康 你为了健康就别吃了 谁吃蛋糕减肥呀 嗯 其实咱吃的比较多的还是普通的戚风蛋糕 海绵蛋糕 就是这种 对 我最喜欢吃的是芝士蛋糕 而且是重芝士 我也是 肥皂口感的 就恨不得切不动 嗯 然后搁到那个牙塘子上 你可以在牙塘上抹一下 呵 描述太过于细致啊 所以我对半熟知识 还有日式的那种轻知识 我都不太喜欢 我也是不太行 嗯 就是要厚重口感的 所以棒蛋糕我也喜欢 美式的那种派我也喜欢 我棒蛋糕吃顶过 嗯 然后现在我吃棒蛋糕都加热一下 就是热的 嗯 我爱吃热的 嗯 那个凉的我已经有点 凉的有点扎实 对 对 有点胎 有点腻 嗯 然后你们爱吃黑森林吗 我还行 黑森林很经典 流行了很多年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有一度我是在那个三十小那上班 住也住 去凯平斯基买是吗 你想多了 有一个 有一个小区旁边的一个底商的蛋糕店 嗯 这个蛋糕店呢 有一个特点 就是每到晚上八点以后 它全场打七折 塞着那个点过去买 嗯 就是它那的黑森林就坐的 印象非常深刻 我不爱吃它是因为那个酒渍的樱桃 哦 你不爱吃那个樱桃 对 对 而且所有的跟什么白兰地啊 狼母酒啊 这些相关的 就酒入甜品 我都不爱吃 酒鲜巧克力呢 嗯 小时候吃它是涂的是巧克力 不是涂酒 我是涂酒的 哎呦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你看 找着根了 是不是 因为那个小时候的酒鲜巧克力都是带可可纸的 那巧克力并不好吃 对 跟辣似的 对 我会 我会拿手把它剥开 因为它可以用手剥 你看这个人 他从小就知道区分带可可纸 不是 因为我觉得它不好吃 口感不对 对 就是你贴上的舌头就该干这行 对 就是到了嘴里化不了 但是我特别爱吃那个酒鲜巧克力里头那个糖壳 哦 又脆又甜 对 哎呦 然后再配上酒 我是个酒鬼 好可怕 哎 说到酒还很多了 嗯 对吧 甜酒还有好多东西 百丽甜 我的妈呀 后 后甜 后甜 那你不对 那就没法喝 我第一次喝的时候 我真的不知道它是该对着喝的 其实它可以直径 直接喝 看你能不能忍受了 我不行 我们之前学调酒的时候 嗯 有一款咖啡利口酒 嗯 你兑了牛奶就是百丽甜 哦 就是说明它已经是兑过了的 嗯 那个咖啡利口酒就跟糖浆一样 更甜 我对甜的酒还真是一般 你看那个 嗯 狼母酒味的巴西 我就不爱吃 哦 我专买那个 我从来不买 我专买那个 你们也是 我也是 我第一次接触那个狼母酒味的冰淇淋 还不是巴西 是那个郭德纲相声里的 那个美国三十一种 某位冰淇淋 人家就卖第一次 第一次就王牧井那家 第一家 然后就是 狼母酒的冰淇淋 哎呀 真好吃 比那个巴西好吃啊 我是会买香草冰淇淋 然后再上的第一辆滴酒 茅台 所以茅台现在出冰淇淋 就是这一次是吧 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 就不要多 就滴两三滴就行 我回试试去 茅台那个太贵了 你自己自制可以 自制不就完了吗 哎那需要冰淇淋稍微化一点吗 不用 出来就低 然后你操作完这一顿 那个冰淇淋就能吃了 那需要拌着吃吗 不用拌着呀 它会渗到 渗进去吗 那个酱香的酒 它的味道非常窜的 你根本不用考虑 它扩散的问题 它侵入性特别强嘛 它那个酱香的味道 有一点点就 就一定要少 一定要少 对 千万不要多了 家里还有一瓶拌 特别香 嗯 这个确实 这是个酒鬼 因为我觉得酒和甜品的搭配 还蛮 蛮合适的 对 它解腻 红酒雪梨 著名的女士菜 红酒雪梨 八丝山药 松人玉米 哎 这俩有酒吗 没有 没有 我想到 你这怎么回事 我想到的是那个热红酒 嗯 就是加水果 然后加肉桂 去煮一下 这个隔壁友台的图老师啊 就 总爱做这个 我一去 他是不是为了消耗酒啊 你说对了 看透不说 或是美德 对 其实我们家也有好多那个红酒 因为送完红酒 其实我不太喝红酒嘛 有时候我就给他淋过去 然后他还专门买那个热红酒的肉桂 嗯 哦 对对对 我直接用桂皮 真的不是那么回事 不一样 但是我用热红酒的肉桂 做了一次炖肉 嗯 那个味儿 也不对 看来是存在壁垒的 一个东西 还有就是做 比如说像可乐鸡翅这种菜 嗯 就是 这些甜食吗 甜口的菜 嗯 你你加点酒也好吃 哦 还是加酒的事 对 加点酒也好吃 哦 什么红酒会 牛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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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种 对 这是名菜 伯根地 红酒牛肉 哎呦我的妈呀 哎呦我的妈呀 我们节目里首次出现了法语 而且这种菜一定会割糖 嗯 啊 肯定会 肯定会大量放糖 就是糖跟酒绝对是绝配 绝对 哦 怪不得 糖酒会 糖酒会 哦 是不是 我年年去 糖酒绝会 哦 所以你还不分家人家 嗯 是这么回事 真的假的 酒也来自于糖嘛 发酵的嘛 啊对 发酵完了就是酒 没发酵就是糖 对 为什么没带着醋呢 再继续吧 本来挺贵的东西 你一说感觉他便宜 大家有没有想过 就是为什么 现在这种中式的典型 到处都是吗 不是振兴国货吗 哎呀 不是兴国潮吗 国潮啊 你想的怎么这么 我因为我想 他们打的招牌就是这样 对 你想所有商家告诉你的 都不要信 这我知道 就是其实起根上讲 就是因为这个东西 它容易复制 为什么大家都一样 你想想 对吧 也是 为什么大家都卖这个 就是因为第一 好做 而且我感觉 他们好像都是 从一个地方 这么说夸张了 就一个地方进货 比如说这家的 甜品里边的马鼠 跟那家甜品里边的马鼠 不会有人区分这俩东西 对吧 它是不是就是有供应链啊 那是肯定的呀 对吧 都是一家 而且你看 好多吧 它好像是在后面做 前店后厂 对 但是呢 就是它即便是在后头做 它肯定也是标准SOP的 然后其实用的也都是什么 玉拌粉 或者是这种 就是其实它也用的是料理包 对对对 我听那个奇遇大厨说过 某秋的那个面包 就是每次进货 都是那种大包装的 奶酥馅啊什么的 对的 不是自己做的 就是你得想 它如果要想供应上这种 排那么长的队 然后每个人都一兜子一兜子买的那种量的话 它得多快的出餐速度才能跟得上呀 对吧 我又想起了打高 这个人胳膊也打折了 就是你看它要么就是卖的不是那一块 要么就是它有现成的 我可能打两下 它就好了 那对 只有这两种可能性 对吧 才能供得上那种 尤其是这种 这种店 它一般的营销套路都是 饥饿营销 让你去排好长时间的那个队 然后那你想排队 你等的是什么呢 真的是那口吃的吗 可能有吧 你排堂三角不就是等那口吃 我是真历史 我是真的吃呀 但是很多人其实买了那个点心 就是我的感觉就是 你真的买回去 尤其是你想你排了那么长时间的队 就像大家说的 你可能只买两个炸糕吗 不可能 你肯定是买一堆 是 这一堆 咱就不说有多少是 应该拿出来现吃的 咱就说都拿回去了 你搁那 你真的能吃得了吗 其实是不行的 就是这种饥饿营销 为的就是刺激你 然后让你的沉默成本增加 然后不理智的消费 你不要给你买一个堂三角找到了 我至少不浪费 我跟你说你买的那家店 我不管买多少都是可以的 我馒头豆包什么 我可以冻起来 对 它跟这种甜品还是不一样 豆包其实也是我内心中甜品 No.1 你到底有多少No.1 你这个人太扎了 我特别扎 然后还有就是你看 其实这种东西 它的技术含量并不高 对吧 就是我只要形成了标准的SOP 那就是你卢锡盒能卖 我默默点听局就能卖 谁都可以卖 然后火的其实真正挣钱的不是这些品牌商 挣钱的是他们的供应商 卖水的那些人 对 然后再加上一些 比如说你品牌商 你跟我有什么区别 就是开始我这个面上割一个什么脸谱 然后我这边 你是不是在说谁 我怀疑你在说谁 我什么都没说 然后什么我这个本来是 那个泡芙是黄颜色的皮 我给它做成绿颜色的皮 或者红丝绒的皮 对 就是通过这种方法 然后这种这些东西也都是现成的 然后你做完我就可以做 然后那怎么办呢 那就是打价格债 你卖19块9 我就卖18块9 还有好多在抖音直播 天天在抖音直播 有太多了 比如说那个高兴一点 我都记住他了 就现在这种玩谐音梗的这种店 对 你看他们的名字起的套路也都是一样的 对 甚至都是一样的 所以你看他们供应链的这些企业更多的 其实是产品力是在他们那 对 但是实际上 这些在前台的你知道的这些 什么各种点心局 可能更多的 它是会在品牌力上变现 他们 我分析了一下 他们现在的竞争力 一个就是开店的速度 铺面的速度 对 我让更多的消费者知道我这个品牌 然后 但其实消费者没有任何忠诚度 我也觉得是 都是奶贝 隔壁又开一个更网红的 他不就走了吗 而且这种东西 你想品牌都是什么 都是资本堆出来的吧 那资本怎么才能堆呢 就是我先打价格战 我新出一个品牌 要么我出新品 要么我出低价 然后新品 我第一天出第二天 因为都是现成的嘛 第二天对面就能做 那我怎么能吸引客户呢 那就是砸钱呗 我就低价 那我卖9块9 你就能卖5块9 反正我觉得最后大家拼的 更多的 还是要回到这个产品里上 对 你的东西好吃 我能形成复购 这件事 你才能长久的经验下去 你靠网红 靠我这个形式创新 对吧 我今天弄过红面的 面弄过黑面的 我觉得 它不好吃 首先是 或者是它不是那么独特的好吃 能流传下来的经典口味 一定是因为 这种搭配是最好的 对 我是觉得是 是这样 所以看吧 我是觉得 咱也不是都否定人家 就是我也发现 有些品牌 人家也是做了好多年了 做的还不错 比如说天津 那个祥和波波 对 那个东西还可以的 我喜欢吃他们家那个奶酥 对 那奶酥蛮好吃的 我还特意去 专门为了去买它 去吃 好吃 对还挺好的 挺好的 但是也有问题 因为 最早 祥和波波波 我是去店里买过的 就是还一家店的时候 我是买过的 但是后来也是因为这个铺的这个货太多了 它可能 比如说现在为了防止它这个变干 它外面包了一层那个 糯米纸 不是糯米纸 就是那个什么保鲜膜 那不就不酥了吗 对 所以你打开之后 它就有点碎的 那个硬的那种感觉 其实也不太好了 所以如果去店里买 跟那个就是在市场上买那种 零售的那种盒 礼盒还不太一样 就是其实有一些中式典型的痛点 还是没有被技术解决 对 我是感觉有很多 没有办法 就是你去那现买现吃那个鲜的 跟你从京东商城去买的那个礼盒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也是一个问题 就是技术 我觉得可能还没有完全解决 其实说这么多 最重要的一个甜品 咱没说 水果 哪个水果不是甜的 不甜你吃吗 那不是 我跟你说啊 有的水果就必须甜才好吃 有的水果是酸甜好吃 比如说西瓜酸甜你吃吗 不吃 葡萄酸甜是不是就好吃 不吃 我爱吃酸甜 我要吃那个糖兜的那种 哎呀 糖饱子 对 那你肯定不爱吃飓风 不吃 你喜欢吃什么玫瑰香之类的 我就爱吃飓风 青黄现在的这个 这个也要吃那个甜的 现在水果这个培育啊 这个含糖量都是层层往上窜 哎 我现在也发现了 就是越来越甜了 水果 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好量化的指标 哦 我觉得是 就是一方面糖度的提高 是很容易在宣传的这个角度上去告诉消费者的 好巧 对 我一测 我就拿一糖度一 特别容易 一测 17%就是比你那15%的好 对吧 这个很简单 再一个就是你糖度一高 你确实吃着 它就是好吃 就是它的那个吃那个味觉的刺激就特别的明明确 可是有的甜的水果吃完后的话 太甜了 我吃秦王我就不是特别那什么 就我没有朋友经常给我们送水果 他就跟我说 这个秦王你给老刘吃 我知道你不爱吃 他知道我不爱吃甜的 就口味的偏好 我忘了咱节目里讲没讲过 前两天戈壁友台的巧克力老师 给我们家送了一个新疆原产地的 知道知道 说了 哎呀 那个甜的 哈米瓜 哈米瓜 那个甜 结果书七打翻了一个 掉到地上之后 我们家那地面粘的呀 给亏你家没蚂蚁 我觉得我要不擦干净 肯定会来蚂蚁 就就就 甜成那样 就粘角的那种甜 但人家产地可能就是那样 也不一定是培育出来的 一定是那样 昼夜温差大 也有选育的结果 也有选育的结果 就是我感觉 糖度高这个事情 本身可能就是某一些 或者说大部分消费者追求的东西 因为它的刺激是很直接的 就是消费者有需求 导致企业迎合消费者的这个需求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可能有一些人意识不到的 酸甜并不一定糖度就低 对 没错 它可能酸甜因为酸 可能会更甜 山楂 对 就是很多水果 酸甜的可能会含糖量更高 含糖量更高 对 所以这里我有一个问题 这个必须要请教莉莉了 就是我发现从网上 如果你搜减肥攻略 最近我朋友圈里有好多 你们为什么要从网上搜 这岂有此理 我要做功课 但是朋友圈里 你避免不了有人看 就有人发我怎么减肥的 分享一下 我怎么一个月瘦二斤的 对吧 这种还挺多的 然后我发现明显的两个流派 一个是只吃水果派 一个是不吃水果派 明显的区隔 除了生酮那一波 咱跑就 比是连底端 对 比是连底端 除那波以外 就是一天撒苹果那波 是一波 那个不吃水果 就觉得水果甜 可能会变胖 那是另外一波 那到底哪波对 哪波都不对 哪波都不对 那都白说了 白问了我这个问题 所以到底是什么 其实现在是三个流派 一个流派是减肥不能碰水果 一个是我要吃水果做代餐 还有一派就是逐渐被 所谓的科学的减肥的理念 培训出来的一批 知道要定量吃水果 这是正常的 就是任何事走极端都不太对 那是大 反正我从认识莉莉以后 我从来没有见她 有哪一天是不吃水果的 反正每天装逼的那个餐 都有点水果 总得总得有一点 然后我看群里 也不止一次有人问过 就说你吃这么甜的 有的时候可能是 比较甜的那种 反正有人就在群里问过 就说减肥不是不能吃水果吗 然后你怎么还 就顿顿有 你还是顿顿有 而且其实比例并不是很低 因为她个儿大呀 她站地儿呀 跟那看着 然后就莉莉每一次都发一大段小作文 对大家就是 为什么无视中国居民善事指南的指导呢 我觉得大家特别的分裂 有的人是无视她 对有的人是觉得 我严格的按照她去生活 我就能快乐生天 我就能幸福一生 就能健康长平百岁 对 而且最可气的是 上次咱们节目录完了之后 不是你推荐了中国 那个山石指南那本书吗 卖了好多本 我觉得这个就特别像 那个健身的那个视频似的 转了就是练了 这就买了就是吃了 买了就是会吃了 对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 今天有味儿还是一个 要讲科学的节目 那可以让莉莉给大家讲讲科学了吗 那咱们说说水果为什么甜 对吧 那糖是分为三种 一个是水果里面的糖 果糖 蔗糖 葡萄糖 对吧 其实甜度最高的是果糖 就我们吃水果 为什么感觉到 有些水果那么甜 是因为它果糖的含量高 对 而且果糖这个糖 它喜欢低温 对 为什么你把西瓜放在冰箱里 冰镇西瓜 对 它会吃起来更甜 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大家不用担心 它不会因为吃起来更甜 这个含量就增加了 不是放在冰箱里 它自然的糖量就增加了 对 不是这个原因 它只是吃起来 口感更甜了 然后含量第二高的是蔗糖 蔗糖它是会被分解成葡萄糖和果糖 对 然后第三是葡萄糖 葡萄糖它的甜度没有那么的高 对 但是呢 它是生糖指数非常高的 对 能理解成就是吸收的好吗 生糖指数是什么 先解释一下 生糖指数 所谓的生糖指数 就我们常见的叫GI GI 对 你看看 G 好 来 继续 这个血糖生成指数 它表示的是什么 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意思 不用举例子的方法说明 就直接告诉大家定义 表示呢 含有50克碳水化合物的食物 与50克的葡萄糖对比 在两小时内引起你血糖变化的百分比 怎么计算的呢 是你吃了含有50克碳水化合物实验食物之后 两小时内你的血糖曲线下的面积 除以吃50克葡萄糖后两小时内血糖曲线的面积乘100 所以葡萄糖是标的物 对 这个得出来的是GI 我知道很多人是习惯吃之前查一查 很多人会觉得 我现查 不管是哪个网站上的呀 哪篇文章里的 或者哪个APP上的 我担心可能会不准 那我推荐给这类人群 就是一定要吃钱查一查的人群 我给你们推荐一本书 我们也不叫带货 我方便大家搜 因为你就算把这个书名说的完完整整 他都会问你是这本吗 对吧 我给你减少工作量 你怎么还赖我呢 没事我继续加连接去 是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食物成分表标准版 我买的是第六版 现在市面上应该也是 就是第六版 这本书好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你能想到的所有食物 你想到的 想不到的 知道它名字的 不知道的 或者说你只知道它学名 或者你只知道它地方的叫法的 你在里面都能查到 它里面的所有成分 没有多厚 但是它很密 是个表 对 OK 所有的表 这个食物的所有成分 能量 碳水 脂肪 蛋白质 钙铁信息 所有维生素 ABCDEFG 全在里面 你知道它有多细吗 可能很多人看到这个菜 只知道它叫芹菜 它里面会分成 稀芹 香芹 水芹 非常细 天哪 你只要从 你买这本书 你能知道所有食物的质爱 我想知道这本书 有没有电子版 电子版可能不太好看 好查阅 好查 Ctrl F就能查 行吧 你们这些人 我的问题是 书我买了 可是菜我不认识 拍手机拍照食图 配合搭配使用 我们把这本书的 这个购买链接 挂到节目简介里 那我们吃水果呢 一我们是要看 这个东西的含糖量 对 对吧 第二是要看 这个东西的血糖生成指数 对 我们拿西瓜举个例子吧 现在是吃西瓜的季节 比如说西瓜 已知西瓜 每100克的含糖量 是6.8克 同时你通过这本书 能查到西瓜的生糖指数 是72 我有一个问题 那个熟西瓜跟楼西瓜 它应该不一样了 楼西瓜吃完减肥 它那个表里会不会有 拿起来敲是登登的 是多少 嘣嘣的是多少 这是打草子的 这个 把它铲出去 那我知道这两个值之后 对我有什么指导意义呢 很多人可能会比较迷糊 接下来要引入下一个概念 叫血糖负荷 也就是GL GL是什么意思 是把你吃的这样东西中 碳水化合物的数量和质量 相结合 表示你吃了一定重量的食物之后 对你血糖的影响 这个好像更好用 对 这个计算公式 跟大家说一下 很简单 每100克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重量 乘以它的GI 除以100 咱继续说西瓜 西瓜 以至每百克是6.8 对吧 它的GI是72 我想吃200克 200克果肉啊 皮不算 那个子也不算 那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6.8乘72 除以100乘2 得出来的结果是什么 9.7几好像是 就很低了 9.7几是什么概念 GL有一个区间 小于10 你就可以放心吃 11到19是谨慎吃 大于20是最好别吃 那这个指导意义 是什么意思呢 不是说是固定的 为什么要跟大家说GL GL的意思是 你吃完这个东西之后的结果 由你来决定 你吃多少 它就会相应的出现在不同的区间 没错 我今天吃200克西瓜 我现在是放心吃的范围 即使你有糖尿病 也可以放心吃 只要程度不深啊 说个打个括号 但是呢 我今天想抱着半个西瓜挖 那就直接奔30以下 绝对是20以上 因为它有积累啊 对 所以你看 就是为什么含糖量和GI 不能完全的指导你的生活 核心就是量 对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指导意义 就是量 也就是营养学的这个核心 均衡适量 对吧 所有的水果 你都可以按照这个去指导 你日常该吃多少 对 群里老有人问什么 能不能吃芒果 减肥能不能吃芒果 怀孕能不能吃里芝 这种这种问题 对 这种问题都不是一个 能和不能能回答的问题 对 你看榴莲含糖量高吧 生糖指数也不低吧 能吃吗 我就吃一口 我吃一口能怎么样呢 一口 比如说五克 你乘一下 一定是小于十的呀 对 就是这个意思 就不要一刀切 简单粗暴的判断 这个东西是能吃还是不能吃 事实上我们在指导别人这样东西能不能吃的时候 从来不会说能或者不能 除非是比如说果不汤姜 或者明确的反食脂肪 我们都会说你最好不要碰它 其他的其实都要结合你这一天均衡的膳食 没错 对 还是抛开剂量弹毒性的问题 对 这个我们的金句就是剂量毒性耍流氓 对 那就是说三个苹果的实际上是一个苹果是安全的 三个可能就不太安全了 你说到苹果了 你看大家普遍认为西瓜那么甜 很多人吃苹果减肥 比如说原来只有我 一顿一个苹果一天吃三个 西瓜含糖量刚才咱说了6.8 苹果是多少 将近14 这么搞 没有人会以为苹果是高糖水果 大家只会觉得西瓜是高糖水果 对呀 我一碗一勺它就是甜 这就是你不要相信你的舌头 所有呼吸越变形的水果 其实含糖量都很高 什么意思 再说一遍 就是举个最简单的 就是越放越甜的 它都是含糖量很高的 你看西瓜是越放越楼 对 你想越放越甜的 为什么它会变甜 就是因为它淀粉变成了糖 我一般那苹果会放有酒味的 我一般都放成抽味的了 然后就消厚一点 然后切吧切吧吃了 就是这种水果 它的糖为什么会越放越甜 它糖一定是有来源的 就是原先它是不甜的糖 这次我们没有讲这个不甜的糖 就是它其实原来是淀粉 然后变成了糖 是没有甜味的 对 但是淀粉它也是 糖的一种 碳水化合物的一种 对吧 它在你的体内代谢完 它也是糖 对吧 所以就是说 这种隐形糖吧 我觉得这个叫隐形糖 所以大家还是茶表比较好 对 来买书去 买书去 这个是个好主意 我真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 那刚才咱说的减肥可以吃水果 那减肥为什么不能咳着劲的吃水果 什么东西都不能咳着劲吃 你水喝多了也得中毒 咱就是说 为什么果糖过量 对身体有什么危害 一个是肥胖 这不用说了 你吃了这么多糖 因为果糖 它进入到你的体内之后 它不参与你血液代谢 它不直接参与你血液代谢 它的这个调控机制 是独立在糖代谢机制之外的 那你吃进去之后 咱举个例子 假如你80公斤 你吃100克的糖 葡萄糖 对葡萄糖 你吃进去之后 你全身 你的80公斤都参与代谢这个葡萄糖 但是如果你吃100克果糖 大概只有一两公斤 那剩下的怎么办 直接在肝里面存在肝脏细胞里面 它会导致你体内的脂肪异常分布 主要存在腹部内脏 就是说应该在皮下出现的脂肪 跑到肚子里面了 变成内脏脂肪 脂肪肝了 对 就其实我们说 皮下脂肪 它除了看上去让你有点肤脏之外 它没有坏处 对 它其实是保护你的 但是有几个人能做到 长脂肪只长在皮下 会吃的人 你说那种健美运动员 平时 他们其实是很注意的 对 他们 就是你看它 非赛季的时候 它的皮下脂肪可能会很高 对 就是它其实是对身体的一种保护 然后 人家说减是真的很快就能掉下去 就是因为这个东西 它真的是储能的 它不是用来伤害自己的 对 那除了肥胖 还有两个非常致命的 一个是升高血尿酸值 对 哎呀 痛风 这就不爽了 对 因为这个果糖啊 它好像是进入体内之后 是没有限速酶的 哎呀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它没有限速酶 比如说你吃了大量的糖 你的血糖在胰岛素的控制之下 它类似于你在早晚高峰开着车上了二环三环 它有红绿灯 它有个限速 可是如果你摄入大量的果糖 二环三环哪有红绿灯 堵车 行 堵车堵车 那你要是吃了大量的果糖 你相当于直接上高速了 哦 标了 就直给了 对 而且我感觉这个标它还主要是针对肝脏 嗯 压力就会更大 而且这个果糖 它在代谢的过程中会合成尿酸 哦 好不讨厌 尿酸是这么来的 是不是特别讨厌 所以说 有一个中国高尿酸血症与痛风诊疗指南 这个对大家的明确建议就是 你如果现在已经有高尿酸血症了 如果你已经是痛风的人了 你一定要严格陷入含果糖的食品 一 你水果不能可劲吃 第二 你在日常少吃那些配料表里面有果泼糖浆的零食 哦 不是少吃海鲜就行了 你刚刚说的是又一本书吗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不是一本书 这上网我觉得能查指南 应该是能查的 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呢 就是会导致非酒精性脂肪肝 嗯 就刚才我们说的 异常的分布 也有一个指南 叫成人非酒精性脂肪肝病 防止饮食建议 里面是明确的 非酒精性脂肪肝 你一定要严格限制 吃水果 吃零食 喝饮料 所有的有糖饮料 都有果不糖浆 对 几乎吧 对几乎 而且在下沉市场 最好卖的就是四块钱以下的含糖饮料 嗯 对 咱不要以为你周围全是那种元气呀 这些产品 不是的 嗯 你把咱们一线城市的 你把北京上海随便哪个便利店里面的冷藏柜 放到下沉市场 卖不动 对 因为贵 有时候你根本买不到 到了这个二三线城市 你在小潮市里看见的东西 跟一线城市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你都没见过 两个世界 这是两个世界 真的是两个世界 对 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为什么就是果葡萄酱的应用这么广泛啊 嗯 就是一方面呢 刚刚莉莉说了 果糖的甜度是明显比葡萄糖要高的 嗯 它是比蔗糖都要高的 你想我一分子的蔗糖 我的甜度是 比如说啊 嗯 因为其实正常来说应该是 应该甜度就是以蔗糖为标准的 对 蔗糖是100 100 那可能果糖是17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170或者175 然后葡萄糖可能只有70 嗯 如果我把一分子的蔗糖 拆成一分子的葡萄糖和一分子的果糖 那它是不是就变成200多了 哦 所以我在使用的时候 添加量是不是就可以减少 嗯 对吧 这是从成本的角度考虑 再一个就是 我从这个防腐 因为糖其实它还有其他的作用 比如说防腐 比如说这个提供这个刚刚说了结构支持 对 或者是一些 结晶 美拉德反应或者这些东西 那我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是不是也是 我添加的越少 我的成本就越低 嗯 嗯 对吧 然后我同样添加 可能我要同样把它添加到10%的含糖量 我加果不糖浆可能只需要加举例啊 比如说10% 那我加这糖 我要达到同样的这个渗透压的浓度 我是不知道多加 嗯 就是这个道理 嗯 就是从成本和工艺两个角度 对 它都有动力去这么干 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之前在可能七八十年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甜味剂是那么的风靡 糖精 糖精 嗯 安塞蜜什么 甜蜜素 甜蜜素 什么这这一类的啊 就是那个那应该算第一代代糖 对 就是因为它特别便宜 嗯 而且甜度非常高 很多家都有糖精 对 嗯 就是因为它太便宜了 呃 可能从成本角度来讲 它都可以忽略不计 因为它的甜度非常高 它的甜度可能能达到一千或者几千 一不留神都能做苦了 对 就是就是如果你没搅匀 它肯定有一块是苦的 然后就在这种情况下 然后当时的制糖企业也没有那么成熟 嗯 制糖的整个过程其实是要求会很高 就是它对于不管温度的控制 还是对于这个整个工艺的这个精准程度 嗯 其实都是要求比较高的 因为糖是一个挺脆弱的东西的 嗯 你不管是我加热也好 对对对 还是说我给它弄干 这 还有些糖它那个吸潮 啊 对 嗯 就是 这就是 哎 我现在是不是可以解密了 为什么那个 那个含糖量高的点心到最后就变成硬的了 嗯 就是因为如果它用的是真的糖 嗯 那它吸潮是一定不能避免的 嗯 你不管 你除非搁在干燥箱里头 否则就是这个是完全没有办法避免 因为我们现在 因为我现在在做那个原料嘛 嗯 就是我们那个东西冻干完了以后 冻干完 刚冻干完特别好 就是这个结晶啊 什么结构什么的 你只要把它拿出干燥车间 立刻就变成糖浆了 这么快 非常快 可能连一分钟都用不了 所以小时候在那个硬邦邦那点心 证明是真大糖做的 对 就是 绝对不是果糖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 制糖对于 呃 中国的工业来说 还是一个比较初级的一个阶段 嗯 然后他还没有想到我要用煤去把 这糖给水解成两个分子 然后提高它的糖度 然后呢 那会儿的糖的原料是什么 是甘蔗 是甜菜 还真的是这糖呢 嗯 现在都是用什么 玉米淀粉 嗯 玉米连淀粉都不是 玉米直接水解 嗯 哦 他直接用的是淀粉 那他的这个成本就更低了 嗯 对吧 你种 你种 你想 玉米 不是那个甘蔗和甜菜 这叫什么 这叫经济作物 对 一亩地才能产多少 你一亩地种玉米能种多少 对呀 尤其是提炼淀粉的玉米 它的产量是非常高的 嗯 特别特别高 所以他那个添加 益醇的那个汽油 不也都是玉米 是玉米里出来的吗 对对对 就是其实玉米已经从农业产品 我感觉像工业原料去转化了 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用来吃的东西了 你们吃到的玉米 跟我说的玉米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不是一种玉米 绝对不是一种玉米 那个玉米给了猪都不吃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就是第二代第三代代糖 它的这个价格会贵的原因 就是因为第二代第三代代糖 它第一甜度没那么高 第二就是它生产起来没有像就是糖浆这么便宜 嗯 就是现在反而加糖更便宜了 嗯 就是因为这个 咱刚才说了啊 减肥可以吃水果 但是不能过量吃水果 但是水果 现在有很多的衍生品 果腐算吗 蜜剑 算 咱都已经不吃这东西了吧 算吧 那也得算呀 可是现在啊 据说现在又开始 大家纷纷的去做什么杏肝 西梅肝 这种东西了 还有冻干的 冻干的 以前是晒干的 现在是冻干的 对 还有油炸的呢 啊 有 嗯 还有果汁 嗯 嗯 果干呀 我就先不说营养啊 贵 不是 千万千万不要买自己是爱的所谓的什么人工的那个 那你里头吃出来什么我都不能负责 巨脏 嗯 这个说的真的是这都不叫不好听了 就是它一定会吸引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去它那里的 对 但是我一想到冻干水果 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东西我吃不起 它太贵了 现在冻干已经规模换了 所以就成本下来了 哦 你不用鼓励我这个 我不会吃它的 我是觉得这东西吧 它做成冻干之后 它的热量和糖分是浓缩的 它可不是浓缩 它是成倍的增加 成数量级的增加 你想水果大概率都是90%以上的含水量吧 嗯 这是至少了 我觉得 你要给它冻干了 把水都去掉了 那全是糖啊 那可里头 对我搜了搜这个市面上常见的这些 比如说无花果 猕猴桃 榴莲 菠萝蜜 就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的冻干的热量 每百克的热量都是350到420之间 这是什么意思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对于高热量食物的定义是大于410 所以你吃100克冻干 其实不算什么 一会儿就没了 对 对啊 没多少 还酥脆的口感 而且这东西它没有存在感 它进你嘴里一米没了 对 你就没感觉自己在吃东西 尤其是这东西吧 你又总是在暗示自己我在吃个健康的东西 我在吃水果 对 它跟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可是无花果肉新鲜的 我吃仨就够了 你就饱了 对啊 但是你吃冻干可没有这个感 对 但是它果糖都保留在里面了 去掉的只是水 对 而且果糖它因为不进入血液 它是不会刺激你的身体 停下来 对 你不会觉得饱了 你不会有饱腹感 所以你在饿的时候喝有糖的饮料 是绝对不可能有任何饱腹感的 有大量果糖果不糖浆的食物也是 它不会刺激你身体 发出这个信号 吃饱了 停下来 限速 就这个原因 还有我觉得啊 为什么不推荐大家囤这些东西 我知道大家最近有点囤货的痴迷 但是冻干为什么不推荐囤 我是觉得在中国大陆范围内吧 咱也不说所有的人 能听到我们这个节目的听友 在这一类人群里面 不管你工作有多忙 不管你生活有多乱 不管你是搞金融的 搞代码的 还是坐汽车的 不管你是买房租房 还是住宿舍的 你能吃到新鲜水果的机会非常多 对 咱没必要从冻干水果里面去获取养分 所谓的什么微量元素 维生素这种 对 没必要 它一定是流失了的 虽然我们不能说它没有了 但是它一定会损失很多 但是如果是炸干的 那就可以 我这话有点绝对 但是这就是我的态度 就是约等于没有 这是我的态度 不代表任何学术观点 果汁也不建议大家喝 果汁是比冻干水果更有健康外衣的 你说的是那种预包装的 还是自己炸的 都算 不管是那种可以当油瓶的 那个某牌子 还是你自己用破壁机 炸汁机炸出来的 只要它变成了果汁 它就已经从天然糖变成了天价糖 OK 约等于喝了一杯糖水 对 而且大部分市售纯果汁的含糖量 是16%到20% 其实就是水果的含糖量 你看可乐的含糖量多少 不对 还不是水果的含糖量 基本上做的这种 先炸果汁都要加糖 对啊 我们吃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就是咱们自己在家炸果汁 你喝起来一定不如市售的甜 对 很明显 而且前一阵河马出了个问题 河马被查出来 有一款泰国的进口果汁 里面加了安塞蜜 但是我去搜了一下这个牌子 所有的单品 都是天然的食材 什么椰子 橙汁 什么葡萄 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但是里面剪出了安塞蜜 这个我解释一点 就是它有可能有几种情况 一种就是它生产线原来做过 然后有残留 污染 这不跟麦雀尔牛奶那饼而纯 一个思路吗 这个解释思路 不 这是一个很有可能的原因 就是因为比如说 我在生产的上一批的过程中 因为我跟你说 这就是我觉得 现在食品工业 其实存在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所有的 不管是CIP的清洗 SOP的这种标准化的流程 都做的不是很到位 这是现在工业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只要按照我的 那个真正的SOP去做 它的残留量不会那么高 但是不会有人真的这么去做 是因为它的成本太高了 中国现在的食品工业 还是处在价格战的这个层次上 所以就是我怎么降低成本 才是这个企业主考虑的更多的事情 尤其是这种需要靠 因为大家都知道工业化就是量越大 它就成本就越低 那我只有一支生产 它的量才足够大 它是最大的 对吧 你总换线是不行的 对 所以它只要一生产换线 那么对于它来说 可能就是比如说 一整天的清洗 甚至一整天可能都不行 因为正常来说 我们的要求是清洗完了之后 你清洗的这个水 检测完没问题 你才能去生产 要检测那个水呢 对 然后现在的模式是什么 代工厂 代工厂的这个模式就导致你每一天 其实要生产不同批次的东西 其实按照正常的这种要求来说 这其实是不太合适的 对 我才不给你提供的 对吧 对 因为你想我 如果我换一种原料 或者换一个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现在会写 该生产线 同时生产什么东西 对 它其实就是为了防止这个问题 对 有很多该生产线同时生产 还有花生 对 其实就是刚刚有食品工业的时候 这个生产线基本上都是单线单产品的 因为本来它的这个SKU就少 那这种情况下就保证 我只要是这条线上的我的原料都是统一的 这样的就 不会混杂别的东西进去 对 不会混杂别的东西 我也好控制 我不会有其他的污染物在里头 但现在已经完全不可以 因为代工这个 这个模式就导致了这个样子 对 那我们刚才说这些 不是为了给他们洗地 对 就是说一下 纯分析一下原因 对 其实这个 对 这个新闻爆出来 只是让大家尽量少喝这个果汁 因为从健康角度来讲 它确实没有 没有必要 果糖是人体不需要的糖 你就这么想吧 你喝一杯西果汁 它有可能里头有其他的东西 但你吃西瓜 它里头总不会给你打糖水 打安塞蜜吧 这是不可能的 有这个传闻哟 有传闻 两个小时就烂了 对 你卖不出去 跟他到不了你手里 但是刚才说了这么多果糖 其实大家就会有一个迷思 就是吃糖越少越好 不吃糖才最好 这不是生酮吗 生酮不是 生酮也菜都不能吃 我的天 生酮简直在节目里 就是比时间底端了 莉莉怎么看 这种吃法 因为毕竟咱是个健康节目 这个关于糖的话题 总会在咱的群里展开 非常热烈的讨论 我觉得大家过于惊恐 或者说过于在意这个概念 是因为你没有弄清这个概念 糖和糖不是一回事 大家咱先定义什么是糖 糖 碳水化合物 以及添加糖 它其实不是一回事 咱先说碳水 它分为单糖双糖和多糖 对 单糖是不需要经过水解 就可以直接吸收的 对 那双糖需要分解成单糖 两分子单糖 对 然后呢 那多糖 它是分解成多个单糖 对 然后前两个 就是咱们经常说的 简单碳水 快碳 快碳 那后者可能就是大家 我们经常在这些 涉及到健康饮食的讨论里面 会经常提到的 聪明的吃主食 那主食我们这期先不说 说这节目就四小时了 那糖和碳水什么关系 就类似于什么呢 慢鸡糠跟猫的关系 哈士奇跟狗的关系 对 一个部分 对 你不能简单粗暴的觉得 慢鸡糠腿短 就所有的猫都腿短 哈士奇二 就所有的狗都二 对吧 这个比喻很合理 对吧 是这个原因 对吧 就是你不能简单的 因为添加糖 摄入过量对身体 咱们不能这么说 不能简单的 因为添加糖 对身体有坏处 就认为碳水化合物 对身体是不需要的 对 不能绝对化 这个逻辑非常清晰 尤其是刚刚莉莉强调的是 添加糖 而不是糖 其实就是这种简单的糖 快碳 也是很多情况下 我们必须要摄入 对 天然食物中是存在的 对 比如说母乳 需不需要 对吧 对 然后半乳糖吧 乳糖 乳汁里面的是 半乳糖是单糖 对 半乳糖是单糖 那母乳里面的是什么 乳糖 哦 那是双糖 对 它需要乳糖 没去分解 所以有的人会乳糖 乳糖不耐 对 从这来的 乳糖不耐是哺乳动物断奶的一种模式 我们平时吃的蔬菜水果调料 所有的零食 甚至什么有一些肉蛋里面 对 也都是有碳水的 没错 而且大家经常混淆一个概念 比如说我让你一天吃150克碳水 你就简单粗暴的觉得 哦 我今天要吃150克主食 然后去撑这个面包150克 这就是我今天一天的料 不是的 咱刚才拿什么举例子 拿西瓜举例子 100克西瓜的碳水是6.8 你不能拿着6.8克西瓜去吃吧 嗯 对吧 不能说这是我今天的这个西瓜量 这是今天你的碳水量而已 对 对吧 嗯 很多人是混淆了这一个又一个的概念 从而进入到一个死胡同 觉得 哎呀 那既然说糖有害 那我不吃主食了 蔬菜不吃了 水果更不能碰 昨儿我碰 昨儿我还杀一个 两个月没吃主食 我瘦了 这个说一下啊 确实有非常多的对照组实验 说明低碳减肥和低脂减肥都OK 嗯 那怎么去界定 就我们从平时我们指导的这个结论来看 我们的建议是什么 就如果你能让自己不随便折腾 不造 6到12个月的低碳或者低脂都是可以的 嗯 但前提是你要看你的体检报告 嗯 如果你的体检报告里面 低密度脂蛋白这一项是已经高了的 你一定不要用低碳减肥 因为低碳减肥意味着 你要吃大量的蛋白质食物和高脂肪 没错 你蔬菜水果还得吃的少 嗯 因为你要确保低碳 嗯 那这个时候 你的低密度脂蛋白应该LDL 对 这个值会更高 嗯 如果你只是单纯的 有糖尿病或者血糖有问题 你的血脂是正常的 那你低碳减肥其实是可以的 但是不能持续太久 因为你没法对抗人性 嗯 没错 我刚刚想说的也是这个 嗯 就是身体健康是健康 心理健康也是健康 没错 吃糖会得糖尿病吗 很多人都这么说 嗯 别吃糖 哎呦 我今天吃这顿 哎呦 红烧肉放那么多糖 我非得得糖尿病不可 不是的 其实目前来看临床上没有什么直接的证据证明 什么导致了糖尿病 一得糖尿病的人群是什么呢 超重的 不爱动的 妊娠糖尿病史 种族 性别 嗯 家族遗传史 遗传史的一大块 对 你都要考虑到这些 嗯 你要说简单的说 吃糖吃出糖尿病 你可能缺了几个环节 你可能是吃糖吃多了 导致你日益发胖 嗯 然后才导致你最后得了糖尿病 就代谢功能稳乱 对 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代谢性疾病 对 嗯 是你代谢不了糖 而不是因为你糖吃多了 你总是吃大量的糖 去刺激你的胰岛素 时间长了你的胰岛素 罢工了 他太累了 对 为什么有的人就最后发现 你只能打胰岛素了 是因为你体内胰岛素已经不工作了 累死了 你得从外面 就是找代工了 哎这叫代工 找外员了 对 进口了 啊 对 就自己缠不动了 所以不能简单化出来等号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就是如果你短期大量的摄入糖 嗯 你的血糖一定会非常高 对 这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 然后你血糖高呢 你的胰岛素的分泌量 分泌量会增加 就会增加 对 然后这个对于你的身体来说 是一个负担 对 你的身体能不能承担这个负担 这个导致了它最后的结果 对对对 咱们国家现在这个糖尿病的现状 其实挺惨的 就我看了一个2013年的一个流行病学调查 说我们国家现在的这个血糖水平有异常的这个人群里面啊 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知道自己有病 嗯 然后这不到三分之一的人里面 只有四分之一接受了血糖控制的治疗 嗯 然后这里面又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控制的好 嗯 成起来就是我国二十四分之一的糖尿病患者 血糖能得到控制 甚至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血糖有问题 对 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 那以后72小时做一次核酸的时候 顺便每个人淹变血糖 也做到动态清零 做个生患 动态清零不还行 天哪 很多人是主动的不去查血糖 对 你动态清零就必须得查了 对啊 这个没准医保费重就下来了 有道理 持续治疗成本很高 一个是这个 再一个就是它病发症特别多 什么各种各样的病发症 各种各样的 对 烂脚趾头 嗯 小血管的这个病变 比如说视网膜 嗯 视网膜对 大血管的 比如说动脉状硬化 对 它是直接影响大家生活质量的 很多人是不当回事 但是我觉得啊 如果你只是二型糖尿病 我觉得你真是稍高香吧 嗯 你比比那些一型的 嗯 那真的是可能 投胎的时候 没 没 没做好 你说人家年纪轻轻就确诊 对吧 一型的一般都是年轻的时候 就发现 然后终身去打胰岛素 在一型的人眼里 你们二型的这么作 作件自己 我觉得人都想踢你 对吧 你二型糖尿病 在确诊初期 你明明可以先改善 你的生活的习惯 调整饮食 增加运动 不用一上来就吃药的 对 控制不了再吃药 吃药不行再打针 你比人家省了多少步 嗯 还不珍惜 生气 这就跟高血压有点像 嗯 就是你 其实是可以自救的 嗯 完全没有必要 到最后去 麻烦医生 对 但是我觉得啊 嗯 我 我的建议是什么 我这个建议 不给那些已经确诊的人 嗯 已经确诊的 你就遵医主 对 对吧 好好吃药 好好改善 调整这个生活习惯 我的建议是给那些 现在容易得的 比如说 你有家族遗传 嗯 同时 你还有点胖 嗯 同时 你还肚子胖 同时你还不愿意动 再同时 你还有脂肪肝 嗯 最后 再同时 你还抽烟 哎呀 这个就危险了 这类人啊 如果你同时具有这些 你可千万要小心 先去查一下吧 赶紧 该减肥减肥 该运动运动 啊 此处 是不是该有广告 减肥请加我微信 这我觉得都不是减肥了 不是为了美了 这是为了命啊 是的 就是我们从最开始做这个项目 从来不是说你只要在我这减肥 你就可以穿上漂亮衣服 你就可以约上小哥哥小姐姐 我们从来不知道这种焦虑 我们起根上就是告诉大家 咱们是为了晚点得病 嗯 对 为了健康的生活 对 一定是从健康为出发点 你刚刚说晚点得病 我觉得这话说的特别好 就是永远不要觉得我这么注意的生活 为什么病的还是我 嗯 如果你不注意 可能三十年前你就这样了 对 我非常不相信一句话 就是哎 怎么好端端的我得病了 不可能 你绝对不是好端端的 那可能是一型糖尿病 就是我 一型糖尿病真是好端端的 对 就是我生下来就没处说理去 这个 对 就咱们说这些啊 好多人一定会有人说 哎呦 这么斤斤计较 因为我最讨厌的一句话就是 你那么认真干嘛 对 一定是有人说 你那么斤斤计较干嘛 我吃点糖能怎么样 我又不会马上死 你是不会马上死 你 你可以慢慢死 你到最后生不如死 就像你在这个空气污染 非常地区的地方生活一样 你天天吸那些雾霾 你也不会马上死 嗯 但问题是你哪天死 不过分吧 这话说的 不过分 吃糖其实一样 WHO是建议大家终身限制 添加糖摄入的 没错 为什么会有那么严肃 那么认真的一个说法 不是说着玩的 嗯 但是还有一个东西叫代糖啊 嗯 这个时候你一旦说糖 就一定会说到代糖 没错 而且代糖好像很被大家鄙视 呃 代糖不仅是鄙视了 还有很多争议了 你看隔壁有台的土豆老师 就啊 经常在群里发表一些观点 说啊 科学家研究了 代糖可能更有害 科学家研究代糖有害 比如说你找出那么多paper来 我一定能给你找出更多糖有害的paper 没错 嗯 咱不能这么讨论问题 对 哎呀 paper这个事啊 就就别看了 对 那咱就是说这个比较数据 你不能孤立的拿出一个东西来说 它好还是不好 而且我现在的感觉就是 嗯 可能这个是这个观点非常极端啊 嗯 可能也跟我的人生经历有关系 就是所有的科学家都是有人赞助的 这个事情我觉得要拿到桌面上来说 嗯 谁赞助的 谁负责 谁屁股决定的 对 嗯 这是严重影响科学结论的一个事情 嗯 这个事情我必须要在这个节目里强调一下 嗯 对 不要相信说这个paper它就是真理 对 对 真理都是有前提的 对吗 真理都是有价格的 嗯 对 那说说代糖吧还是 代糖其实咱去年说过 很说约饼吗 节目上线之后 蝉虫就是激动 哎呀 有东西没说 来你说 哎呀 问去 你流到今年了 是这样的啊 咱这节目上线的时候 大家应该已经 开始收到各种中秋月饼了 没错 今年一定还会有喷射的 别不信 代糖这个事啊 首先我明确一点啊 就是我认为吃东西还是那个话 就是剂量 毒性 耍牛芒 这是永恒不变的真理 嗯 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代糖和代糖也不一样 对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吃的这个东西它也不一样 嗯 这些所有的一切你不能都把它抛开就说代糖坏 对 我非常讨厌这种论调 你不如说所有的蘑菇都有毒 这就类似于你问我 我现在在减肥 芒果能不能吃一样的道理 对 然后呢 代糖现在的坏处我们现在不太能确定 这个我觉得可以类比一个就是转基因 嗯 我们现在没有足够的 对 这个调查的这个过程 就是基于现在的认知去谈这个问题 对的 所以呢 就像DDT刚发明出来 它还是霍诺贝尔讲的呢 对吧 嗯 那它现在 哎我可能过了几十年发现 它确实是有更严重的影响 嗯 但其实啊 我现在回过头去想这个问题 对于地球来说 这根本不是影响 嗯 影响的其实是人类 嗯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 那代糖它的影响可能只是 你在获得这个甜的快乐的同时 你要付出一些代价 嗯 嗯 那这个代价你是付出吃糖的代价 还是付出吃代糖的代价 嗯 这是由你自己选的 在你追逐甜的过程中 对 有两个选择 对的 不然你喝白开水就好了 对的 两百开 两百开 严谨 要严谨 就是 就是只要你还有的选 我认为 你就不是被绑架的 嗯 嗯 嗯 对 其实科学的进步 科学家把头发都熬掉了 其实就是为了让我们有的选 是让我们有条件 既要又要还要 对 而且这个有的选 是让你明确的知道坏处的情况下 有的选 对 嗯 明白 就是很多 都给你摆桌面上 对 有的选 且是知情的选 对 嗯 只不过科学家的能力 他也只能告诉你部分真相 对 对 这个世界永远都不可能把所有的真相呈现给你 这世界上根本没有一个东西叫带糖 嗯 你讨论带糖有没有害 你是不是得分清楚 嗯 哪个有害 这个既然有害 为什么你要把那个烧上 对 是不是这个道理 是的 对 他带糖不是一种东西 对 是很多种东西 我就记得有一段时间 而且离的不是很远 就是最近一段时间 朋友圈有一个疯狂传阅的一个视频 就说有一个某某医院的主任 说带糖其实也是有能量的 这个视频其实是很老早很古早的一个视频 嗯 然后当时最主要的带糖是木唐纯 他是基于当时的研究去说的这个观点 我认为不叫偷换概念 我我认为在 我认为是营销号偷换的概念 对 他把这个古早的视频翻出来 对 是他居心不了 对 就像把古早的视频翻出来说 DDT是有效的杀虫剂一样 对 确实当时的DDT就是最有效的杀虫剂 对吧 然后呢 那就从这个角度来讲 带糖其实分为两种 一种是有热量的 一种是 目前研究觉得没热量的 对 对吧 这么说比较严谨 这样说比较严谨 然后呢 这个有热量的呢 它又基本上都是比正常的糖 热量要低的 然后同时它可能不太会引起特别剧烈的胰岛素的波动 血糖没有硬达 对 就是可能这个层面上 它是相对来说对于糖尿病人是安全的 对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说代糖健不健康 咱得看你吃代糖的目的 嗯 如果你平时每顿饭都放五六勺糖 蒸馒头 蒸包子都要放糖 和面的时候 你用点代糖去代替 一定对你的健康是有益的 嗯 嗯 也不一定 这个量可能就要来太大了 哎呀 你要这么严谨的说下来 但这节目 没法播 对 加多少后缀 对 是这样的 嗯 然后这是一部分 就是它有热量 但是呢 它可能不参与这种 呃 不是不参与血糖的调节 是不会直接引起巨大的 巨大的波动 胰岛素的波动 对 因为我们 你比如说我们吃慢炭的时候 血糖也是有波动 对的 嗯 其实 而且我们是需要这种血糖波动的 对 不要觉得你的血糖是一条之人 那是死人 就跟新电图一样 只有死人才会什么都不变 也不对 死人也会被分解的 而且咱就说 你太严谨了 哎呀 严谨怪你 咱就说糖 所有添加糖都有害吗 如果你现在滴血糖了 你是不是需要一口糖 没错 你给跑马拉松的人 给他第一瓶零度可乐 他非得踹你不可 就是对于高血糖的危害 可能很多人都意识得到 嗯 但是对于低血糖的危害 好多人都是意识不到的 低血糖是要命的 对 很多人就觉得 哎呦 我服一会就好了 对吧 这是说明你的代谢没有问题 嗯 你的身体还可以分解出糖来 去调解你的血糖 能缓过来 但是对于糖尿病人来说 低血糖是更致命的 他们是一定要随身携带 可以快速补充血糖的这种 块糖 对 这是一个 然后再一个就是 代糖还有一个分威的方法 就是人工合成的和天然的 对 听我们节目的 应该没有这种天然迷思了吧 天然的一定好 不一定有 一定有心 听众 就是我们要再重申一遍 在我们节目里面的观点是 天然的不一定是好的 对 天然的不一定是健康的 天然的不一定是安全的 人工的也不一定都是坏的 对的 这是我们的一个节目的调性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很多天然的东西 现在我们也通过人工的方法去合成了 你不能判断你的这个来源是 真正天然的 还是合成的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海藻堂 现在特别火的一个残味剂 它既有可能是提炼的 又有可能是发酵 这个形成的 还有可能是媒介的 你告诉我 它叫天然的 还是人工的 我没有办法判断 如果让我判断 可能便宜的肯定都不是天然的 但是贵的是不是都是天然的 我不能确定 然后天然的和人工合成的 在我们现在现有的数据来看 它可能是没有差别的 就科学的进展来看 一般来说天然的 相对来说 它的可能构型更复杂 它的参与代谢的可能性更低 这是普遍的一个规律 但是呢 同时它也会含有一些 其他的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对 而且天然的 我之前搜这个 我是觉得好像成本一般都比较高 是啊 就是我刚刚说的 对 所以它随着这个发展 它一定会越来越倾向于降低成本 对的 而且是大规模生产 对 就这种大规模生产 它一定会以 比如说纯度 比如说提取效率 然后发 因为它发酵嘛 转化率 这种指标去限定它 那么这个东西出来以后 它很有可能就是很干净的 没有其他的杂质的 那相对来说 它的好处和坏处就会更清晰 就是我们对于有研究成果的来说 这就是我对代糖的两个比较大的分类吧 说说具体的东西 就是你看我现在喝的这个 无糖可乐 对 咱就说说这可乐吧 这到底是什么糖 这种涉及到素配工艺的 什么叫做 就是鸡肉参在一起的是吧 对 OK 一鸡般代糖的话 很少有单一使用的吧 赤想糖醇比较多 因为赤想糖醇 它的奇怪的味道比较少 但是赤想糖醇呢 甜度低 对 成本高 对 然后呢 它还有一些其他的 就是加工上的特性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然后现在呢 又由于某些这个营销的公司的这个怎么说 你直接点名都行 就是由于元气森林 他们的这个营销特别成功 对 导致现在市面上的 两三年 对 市面上的赤想糖醇的原料的价格飞涨 啊 涨价了呀 飞涨 都买不着 而且大的那个品牌 是对它进行了围剿的 就是我们大品牌去 把赤想糖醇的供应商全部都买断 当你看到有一个批判代糖的文章的时候 有可能背后是因为它动了某些人的蛋糕 对 都是屁股决定脑袋的 其实代糖是经过了六代吧 哎呀 这个具体我还真没有 糖精 甜蜜素 安塞蜜 之前三个 后来应该是阿斯巴田 嗯 蔗糖素 嗯 和现在有纽田 三绿蔗糖 嗯 这一类的 对 就一定是在一直往前发展 对的 这就是一个 我先发现它 然后发现它对人体有一些 就是不好的地方 然后再继续发现 就是这其实跟药有点像 嗯 就是我是不是先治病 嗯 我得先让自己恢复到相对比较健康 对 然后我再考虑这个药的副作用 嗯 您都快死了 您就就别 在乎这个药的副作用了 对不对 嗯 就是这个道理 嗯 我觉得就是用刻板印象去看代糖的人 有点类似于蒙古人上学都骑马 对吧 哦 天津人都会说相声 嗯 就这种 就标签 对 非黑即白这么一种态度 嗯 对 所以大家应该怎么去看待代糖这件事情呢 因为那天我看咱群里还为此吵了一架 啊 哪个群 啊 不是那个咱们六群吗 哦 我知道了 也不叫吵架吧 没有吵架 没有吵架 就是 就有一位群友进了群 然后呢 他是觉得因为当时有很多友台接了可口可乐的广告 哦 然后他就说这些友台你们怎么能推广这么不健康的东西 然后呢 你和我就分别晒出了家里一朵一朵的无糖可乐 嗯 但是咱们都没说那是零度可乐 啊 对 他可能觉得这是有糖的 然后就问津津有味群怎么会发这些不健康的东西 我就回了一句哪里不健康了 嗯 然后他就走了 那也有可能他就是认为代糖可能更有害的 也有可能 嗯 对 对 他就是认知上有问题 就我觉得代糖有没有害 取决于你用它是为了什么 嗯 你如果想摄取代糖目的是减肥 我觉得你可能有点傻 也不一定 就是认知上没有这么完整嘛 嗯 就不知道嘛 就是中间 很多人更愿意 对 很多人更愿意接受非黑即白的这样一个结论 就是A就能导正B 嗯 其实中间有好多个步骤他都忽略了 对 你看咱早期的节目就是很多的时候 不愿意给大家结论 对 啊 然后就经常被大家递死 啊 说你聊的是什么没听懂 就经常会这样吗 其实在这个ADI的这个指导下 你只要不是巨量的喝这些东西 它其实对你的身体没有特别大的影响 多大算巨量呢 比如说一天我之前看了一个研究啊 嗯 我忘了是怎么回事了 但最后记住一个数据 就是你如果想达到对身体有害的程度 你需要每天喝一千八百多瓶可乐 我去一吨呢 一千八百多瓶无糖可乐啊 就累积的这个量 这个代糖量可能对你的身体是有伤害的 对啊胃就炸了 但是 但是代糖这个伤害 我其实一直有个迷思啊 就是 这个目前我们看到的 基本上都是说通过动物实验 证实它对小鼠有害 对吧 我不知道我这个反驳 这个角度对不对 我就想的是 猫也不能吃葡萄 狗也不能吃巧克力 你不也吃的挺欢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反驳的点 再一个就是 其实我们所谓的害就是毒性 对 毒性分好多种 极毒 亚极 慢毒 有一些毒性可能是积累五十年 才能显现出来的 五十年以后你都死了 对吧 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对 所以还是一个极量毒性的问题 就有些东西产生的目的 比如说代糖 它其实本质上是为了代甜 对 它从来没有说 我要取代糖的发酵 结晶这些功能 对吧 科学家那么努力的培育出来 就是发现这一代又一代的糖 就是为了让你吃口甜的 心理上又不会觉得有负罪感 你怎么还给人家 你们知道 发现糖精的那个人 在舔到手上那个甜味的时候 他有多兴奋吗 虽然他是因为没有洗手 这是非常不科学的 做完实验没洗手还是 对 做完实验没洗手 但是我觉得就是科学家用生命 给你们试出来的这个东西 要正确地看待它 好多伟大的发现 都是因为科学家的 美规操作带来的 挺没错 而且我觉得 一样东西 它用了代糖 从客观上减少了你 对添加糖的摄入 如果它又能 你比如说我们很多人 有健康效应这个光环 很多人一看到 灵卡 低糖 无糖 灵芝 低芝 你就有像 就是主观代入 这东西是好的 你会忽略它不好的那些方式 对对对 对吧 有这么个效应 但如果有一样东西 它能做到减少你对这些 有害物质的摄入 那它同时如果又能给你快乐 或者说有的商品 它又能给你带来一些营养素 比如说有些东西还是有 蛋白质 卫生素 矿物质 对吧 对 这种东西为什么值得我们去踩一脚 我觉得真的你要追求健康 你就不要吃身加工食品 对 你都选择身加工食品了 那你要么不要考虑健康 要么就选择伤害稍微小一点 或者是明确伤害稍微小一点的 对 这都是成年人的选择 你可以天天吃的非常健康 全部都是天然的食材 然后做法也非常的健康 这是我们非常鼓励的 我们不是说你就必须天天喝可乐 我们劝的是那些离开可乐活不了的人 那你就换成无糖可乐可能会好一点 对 而且如果你觉得无糖可乐不好喝 那你就去喝有糖的 你别去骂人家 像我 人的舌头是可以经过训练的 对 我已经喝惯了零度可乐了 我现在就是喝不了有糖的 我现在喝不了 我就是觉得它酸 对 就一口就能喝出来 这是有糖的 对吧 就是你喝你自己的 你不要去采乎别人去 不要去干预别人的选择 对 对 甚至不要给大家扣上这个道德的这个帽子 还有就是选完之后不要焦虑 你每一个选择都会有代价 你选择特别健康的饮食 你可能就会牺牲一些心理的快乐 对 你选择特别不健康的饮食 你获得的快乐和身体的伤害也是同等的 因为特别不健康 尤其是添加糖多的 它那个快乐造成的多巴胺分泌 它来得快 直接 特别直接 这种成瘾是它刺激你 觉得大脑接收到这个信号了 我要获得奖赏 可是多巴胺消失的非常快 然后你怎么再去获得这个快乐呢 吃更多 要循环 对 这其实跟毒品上瘾的这个 成瘾性的一样是一样的 对 所以我们做这个节目 其实就是为了让大家 保持头脑清醒 基于知情的前提 去看待这些问题 对 不要飞黑即白 对 就即使你不相信我们说的这些东西 其实你也应该意识到 这个不是所有东西都是那么简单的 就咱们不用 不要用二极管的思维去考虑 去看待这些事情 是的 对 因为健康其实是一个大趋势 你要看大面 类似于减肥 你看我们减肥也是说 你今天称完体重 你不要因为今天这个数字去焦虑 嗯 一定是基于你前一天干的事 对吧 你不能因为你吃了一顿自助餐 你第二天就觉得 不行了 我肥白减了 你得考虑你吃的咸了 出水了 你吃的多了 还没排出去呢 对吧 糖这个事也是 你就算吃了一顿有害的东西 或者说 非常高浓度糖的东西 它也不会马上就让你的健康 立竿见影的获得损害 一般都是累积的 对 或者是极高浓度的冲击 嗯 那你这个极高浓度 可能给自己 这简直是做人体实验的 这就给自己淹入味了 对 就如果你一吃不到健康的食物 你就焦虑 然后每天没有按照这个计算的课数 然后计算GI 你就觉得自己今天这一天失败了 或者说就是所有的这些 如果这些东西给你造成的焦虑 对你来说是旷日持久的 就是你已经形成这种思维了 一不这样就这样 我觉得这种精神压力 比吃糖危害大得多 建议去看看心理医生 这种焦虑 精神科医生 对 这种焦虑确实还蛮严重 不要人为给自己制造焦虑 我们获得信息是为了让自己更坦然 而不是让自己更焦虑 对 更重要的是获取全面的信息 就像刚才我们说这个 可乐的问题 也管是有糖的无糖的 你哪怕喝凉白开 也比喝白开水强 对 因为那个才是致癌物 对 喝凉白开也不能过量 你不能超过三吨 1800瓶 凉白开 行吧 那今天差不多了 今天主要跟大家聊聊 大家都感兴趣的糖 有人说好 有人说坏 我们希望从我们的角度 跟大家聊一聊 什么样的糖好吃 以及怎么好好的吃糖 对 对 行 那我们的这一期节目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但是我们之前也说了 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说了 我们会在这次节目的评论区进行抽奖 各个平台的评论区 大家都可以给我们留言互动 我们会选出五个优秀的留言 送出由悟导 给大家提供的礼物一份 也就是八个酸奶 八杯酸奶 八杯酸奶 让大家来尝一尝 同时大家如果对误导这个品牌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简介里面 直接下单 获取我们的游会 那我们的这期津津味 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